惡意地景 惡意地景 它不是個房子 可是呢它就會出現在我們生活空間裡面 比如說像剛才講那個 另外我想到是那個圓山 那些高架橋 它現在不是 不是那個中山二橋已經快做完了 所以它現在變成有中山一橋中山二橋 原來的高架橋 整個地方搞得很難 我覺得像這種地方 我覺得應該可以 可以作為這種 厚禮鬥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增加一個這樣的科目 那可能今天出來你可以 就是下次把它列入了 然後把地景列入 建議說未來可以納 那今天的那個 那個袁小姐花燈要不要納進來 我們要不要 有沒有覆義要把它納進來 我覺得 我比較擔心說 我們現在沒有具體的質量 講了什麼的概念 大概其實每年差不多 大家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只是說覺得要不要把它納進來 假設是你提有沒有人覆義 要把它納進來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今天在座都是 建築界裡面 這個問題 竟然是叫做鳳梨多建築家 因為我看那個 我有把那個 準確裡面的文章我看了一下 我倒覺得上面有些人講的一些話 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 因為有人提你一些房子的時候 他還會寫一下他的理由 可是理由有的時候只是單純 我認為他就是醜 我認為這房子太巨大了 我認為這房子很讚 很讚視覺的 就是純粹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 大概 會有一點點 牽強 就今天 如果說真的 今天我們把討論結果放在雜誌上面的話 當然是有點牽強 所以我大概覺得 今天要談的應該比較 還是會 比較 能夠分析的 能夠用建築的 就有些案子 比如說有太多其他因素 比如說像花燈這種東西 它的確是一個惡意 我認為它是一個惡意地形 沒有錯 可是 從某個角度來看 它變成是不能喊的東西 因為 它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就是它房地產 它也是有很多東西造成的 那我倒覺得 應該要 我是觀察了 去年的這個 這個 歐利多建築講的這個 這個脈絡 我是覺得應該比較注重的是 就是 你身為一個建築師 你有這樣的機會 你也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條件 你確確蓋出這樣的房子來 這種我覺得是 我的標準 我覺得是 是一定要踏法的 那至於那些 也不是建築類的 用我們的標準來談 有的時候會 會難免說服力會不太夠 這是我先對你剛提出來說 每個人對 今天怎麼選的一個標準 我先回應一下 那個地景的這個事情 是建議下一次 我想就是正反的意見 所以其實是主辦單位自己去 對我獨估 就是不太能力的 就是建議給他們 那 事實上 那就順便介紹一下 因為有些人還不認識 孫德宏是建築師 那 十三阿瑪是他的代表 目前代表作 目前有熟練 所以應該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他 我跟他的最印象深刻的經驗是 我們一起憑台灣建築獎 大炮 炮 炮身後 紅紅太厲害了 那天讓我 我本來是機關家 也升等成破紀炮 那天讓我 我本來是機關家 也升等成破紀炮 搭他便車 把自己火力加大一點 這樣 那 你要不要再想說 中間來去先檢 那 再來是兩個是大王小王 大王是超級 雙槍槍 自勇雙拳 自勇雙拳 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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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人我還在看 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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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們兩個 其實我想要你們兩個都會想到 大王小王 大王小 對啊 那兩個人是哪一種桌啊 今年桌牛 今年桌牛 好了啦 你看 這麼厲害 哇 他們兩個搭檔起來太厲害 天下無敵 真實 他們可以坐在一起 兩個是真的是溫武雙拳 他們是 反正 不知道怎麼稱讚 跳 跳 然後 那 簡單的 你們今天的原則 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早就先介紹完 算吧 你就順便講一下 我還沒聽 我還沒聽 你還又有雙方認識一下 就是 就是自己的那個 位置點去勉強一下 你的考慈 我第一個應該覺得 我覺得那個 算是那種 症狀比較 比較輕微的 應該算是那種 四不像的建築 就是說 比如說 它本來是這種房子 我覺得它把它做很多 比較多 叫做一種 其實一種 一種 一種 異象的措置 我覺得台灣其實這種房子 很多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 第一個 不過我覺得算是 那種症狀輕微的 那我覺得有一種 那種症狀比較 比較重 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種 在一個 它本身一定是一個公共性的建築 可是呢 它在公共建築裡面 把那個 人性最陰暗的裡面 把它表達出來 你等一下可以舉例 等一下可以舉例 這樣 那種症狀比較重 那我 那我大概是 這兩種是你的主要目標 對對對 就是有一種 事不像一種是 有一種公共建築 表現出 人性的因案面 對對對 很清楚 下一位 介紹是徐淳一老師 他是 徐老師是在 徐老師是在 大業 大業教 專業 專業嘛 徐老師學那個 很有名的經理 他寫那個 建築新桃花源的書 哇 很厲害 這是大家都知道 你要不要談一下 那個 基本的 我想 在我來看 應該第一個是 起碼第一個是 環境 假設沒有回應的話 而且回應很糟糕 還有一次 公共性的建築 或是辦公共性的建築 結果是 到這種程度 還在抄襲 還在抄就實在是 上腦經驗 因為你具備有社會責任 然後 具備有 等於是讓你下一代去學習的責任 結果你還在抄 那表示我台灣全都在抄 所以 全部抄的 那個幾乎抄到太一步了 因為不在這個地方 建築大 也都 也非常清楚 下一位是 齊志剛 對 跟徐老師 他們兩位 我其實是今天才碰到 其他人給他認識 對 齊 齊老師 是公圖 淡結田 從紐約回來 現在在 東海專任 對 然後 大概是 滿 滿新的 養肌 你要不要提 台場 其實我想 就是 基本上 提名的 提名的 這些建築物 它都很 很具有代表性 那 我個人的觀點 是第一個 我會比較希望投票給 我不希望這樣的情形 繼續再發生 的 潮流 的 東西 所以等於是 有一點 雖然不能把現在這個東西推倒 但是 盡可能的去 推倒 它下一個這個東西發生的可能性 因為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重複出現的問題 其實是重複在出現 然後第二個我想要看 就是說 其實那設計本身 並不是這麼糟糕 可是是 在 在它被生產過程之中 因為 有一些偏差的結果 所以導致它的成果變得 很可怕 這就是 這就是真的是建築師的責任的問題 就是說 設計的時候是OK的 可是 在整個生產過程 出了問題 對 在建築師 在建築的時候 在材料的選擇的時候 在很多時候 對 所以這種也是你覺得 要把它挑出來建造的 對 謝謝 最後一位也是 咦 你今天為什麼會拿 你今天為什麼會拿 雅瑞忠可能也是 我們建築界 對藝術界最熟悉的人物 因為你一直跨航進來 還廢墟啊 什麼的 你已經探討到太多 我們建築界思考的議題 所以那也是為什麼 今天我們會請你來的原因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真的太用 你別看他這樣子 他是那個 他怎樣 學長的樣子 像斯文的樣子 他才剛剛去爬什麼 什麼雪山 羽山 他是那種登山社社長 大學是校隊隊長 學姓有女朋友 然後他上禮拜 在那個夜店當DJ 可是因為要400塊進去 所以我就沒缺 不用講 不用講 不過那個 姚瑞忠事實上 因為他領域很高 我相信他事實上 對建築的思考也很深刻 因為他做整個廢墟的系列 事實上已經是在思考建築的關係 所以你要不要談一下 基本上我跟建築界都完全沒有交集 沒有不熟知 但是 所以不怕接仇 所以今天會來我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就我個人的觀點 我其實也對建築登馬 常常在觀察 就是在漫 台灣人會有那麼多奇怪的感覺 是一種幸福 所以對於藝術創作者來講 有時候會覺得會激發你 也想這樣 但是 但是今天這個講可能是要 就是說讓我們這些 比較過來的建築一些 提出一些反省的地方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從這邊建築來看 我自己觀察是覺得好像 好像也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在裡面交錯 那我一下說不起來 也說不清楚 但是我可能也會感覺到 就是說 可以說我們整個社會的那種 不管是美術教育 還是什麼其他的教育 可能是一種 對於想像力的一種疲乏 所導致的一些成果 所以他可能會去抄襲國外的東西 或是 就是那個 會應付某一種什麼政治權 就是所謂那個權力的結構的關係 所以包括像會計制度的這種 這種左右的這種 或是那種整個施工的過程的那種 結構的 這個問題 這些都蠻複雜的 所以剛才齊老師有說 在整個這個建築部的鬥中 會有拼障嗎 我個人是覺得蠻有可能的 那麼 拼障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跟那個所謂的這個 業主的心態 或是 那個 那個 所謂的這個 所有者的心態是禁怪的 所以 我覺得不是只是單純看到一個那個 建築外表 本來牽涉到心理社會的 社會心理的一些 一些因素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這個獎蠻值得去 去探討背後的社會 可以 謝謝 這個 這個 你覺得 你要 轉一圈 我以為 有人拴出了 我基本上 我的看法的話 是 還是 我覺得 我的角色應該是 從那個專業的層面來看 他們的表現 但是事實上的話 這個活動 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也不能夠完全是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待 因為 因為畢竟他 我們 我想我們不是在憑設計真實的好壞 而是 他很可能會某種程度 把那個社會的狀況 或是其他的觀點 會放在裡面去談論 所以 在那個談論的過程裡面的話 我是覺得 我個人 我會從那些社會的藝術 跟專業的部分裡面去尋找一個 一個平衡點 我會從那樣的角度來看 他事實上是 是一個象徵性的 對 意義 這個 剛的王俊榮提到的 其實我想到周美兒秦 他說他剛回日本的時候 他覺得 日本充滿了物詞的建築 他說物詞 我覺得那個誰是 誰說物詞盡乎勇 你一定要很勇敢才能夠物詞 我們是充滿了勇敢的建築 在台灣 完全的不怕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立刻進行第一輪投票 請每個人圈選實詞 最多十件 至少五件 你如果全部來十件沒關係 我們先刷一輪 挑出前十個 然後我們再進行特別的 所以是一人一票 那十 你可以 一人十票 你可以說十票 那他可以集中指標 另外一個方式是 你寫的我們用念的 然後我們做一個表 在那個白白上的紀錄 公開亮票 公開亮票 就自己唸 自己唸出來就好 你要給我們幾分鐘選 寫完就舉手 他目前還沒有 就是 至多十票 至少五票 你只要不要投買十票 OK 五到十 五到十 沒強制 你需要一個 有幾個 自願幫我們計票 有沒有人 連錢 一到十 這張還是沒有群警的 對 有 有 可是在算數 比較大範圍 網路上沒有拍出 網路上我只看到這張 對 他沒有拍出 這個就是我們的 OK 我們按你過去 你說這樣 我坐在那邊就打到 我好想投票 主席可以投票嗎 所以你還好沒投票 你什麼時候那麼光明 我們組織指這個刑是不是 沒有 主席是在 你還把他賞制的 在投票兩次僵持不下的時候 我就可以投獎 現在在選案子 欸 你的意見會放進去哪對 對啊 我一定要等到那種僵持不下的時候 我才投票 最後 我們只選一個是不是 沒有 十個 不是我們說最後 三個 前三個 得獎還好 他還是那麼多 得獎還好 沒有 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 馬上開一點 不要那個最糟的被我擋 你還沒變成 有 有點 那裡 你們現在還是用錄音帶這個古老的技術 對耶 因為好幾次 大家都用那個電子 然後都還跟我們接錄音帶 從此之後我們 這還是比較可靠的 我覺得比較值得 那個數位半 我奔過媒體採訪 用電子的採訪完 他發覺 他有一團 好像可以 監聽得不錯 要去買 這可以雙管齊下 一點點 那也是蠻嚇人 萬一從 都沒有過效 能夠不可能從我們的 桌上型電腦 拉一個麥克風 這樣子的聲音 應該是說 有錄影就有啦 對 只是我們 我們一直很喜歡 低科技 我們也不喜歡用電腦 跟人家採訪 也是用寫筆記 所以很低科技 那個William 我跟他約兩次 第一次就是他 結束的時候 他說 他沒錄到 我們要重約一次 他可以建議他 要擺個吃一斤聽到 哈哈 對,我們都要用錄影飯 我們都用錄影飯 哈哈 我們都用錄影飯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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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念 嗯 8、2、3、4、13、15、16、18、20 最后交卷了扣五分 好,我好同意来就说迟到要订杂志 这对我们好爱待 就算杂志再不再来还是不退 就不退钱就对 不退的 好,好,好,好 有种跟你去打篮球 拔山不要 拔山很轻松 拔山很轻松 拔山 拔山 明依姐也这么讲 那不香啊 我有一次在大理拔山 大理那边拔山 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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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有四千 然后就弹掉了 你说云南大理吗 大理后面有一座山 我过年就去大理 没有 大理后面有一个山 不过大理也其实还比力降低一些 好,大理去爬山 大理旁边有一个山 我住招待所 他们就会贴个小巴 把一些外国人的 好 诶,为什么你的椅子特别舒服 他也是 诶,对耶 都必开大椅子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应该要先抢吗 我们都是中午真的要坐在大椅子 好吧,我们每半小时大风吹一次 吹什么 带眼镜的 不过大都在这才跑 1997好像没有跑 诶,我势力一直在进步中 怎么好 那是老阿炎的前兆 对,我度数开始退了 对,你的度数开始退就是快要得老阿炎 这是真的吗 从0.94 会稍微退一点 从几岁开始 每个人状况不大一点 老阿炎的年龄跟癌症一样都有下降的趋势 对 就不要太开心了 对 要担心 不然我们活在当下 老师,你要不要吃点点心 趁还没有那个很紧张的时候 还没有凉的时候 趁还没打起来 对,趁还没有互相殴打的时候 呃,那个 偏蓝的,请坐那边 偏蓝的,请坐那边 偏蓝的 偏蓝的 我是偏咖啡的 好 好 请用请问 不是需要小别人吗 谢谢 吃那种是我的邻居 我还蛮依靠哪个 你过年过节 没地方去我就跑他下去 对,咱们这样子也没来过 有啊 过年没来啊 那个放烟火 心命迷的有趣 好 心命迷的有趣 圣诞夜里也,是这样子在你家 也对也 真是 这么悲惨 还是什么发展 他坐得离我很近 找到我都可以倒 嗯 嗯 我要去买一个脚踏车 但是我就可以骑到这个 骑隋道 Collegiate 是真的没错 你看 有兩個人行動嗎? 那我看我做沒錯,會做一個這幾個 會,因為他做四分三段 我現在都開過還不錯啊 看每個小段就會有一個開口 我又開口 你跟下午,可以嗎? 我們現在是圈出幾個? 十個是不是 二十四 這樣,先停一下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夠了 三個兩票 九十五二十一 這時候就需要主席的投票嗎? 你要把剩下來的全出來 一個是八個一個是十一個 大家投票決定 要用八個投票還是十一個投票 看他有沒有你痛恨的 沒有進到那八個 我是覺得先多一點 先多一點 然後我們先發表一圈體 再一次 再一次 你不用拿過來 杯子拿過去比較容易 或者哥坐上我們自己 他今天的工作就是要那個 劇砲 可以可以 OK 我們用最大的好了 我們用最大的好了 就是挑出來 就是挑出來 然後下來 就是用這個超大貼貼 貼在他上面 把它貼出來 貼出來 有沒有更鮮豔呢 那兩票的三個都進去了 那兩票的三個都進去了 我們先一談一次 我們先從前面 有意見的人先講 貼這上面一牌 我是把沒有選到什麼 我是覺得把沒有選到 沒有選到的漁國來這裡 沒有被打掉的漁國來這裡 講比較快 也可以貼一牌子 主席才是 主席才是 對不起 對不起我 我今天要先 好 三十 趕快今天要先 三十五 不行 今天一個然後找半天 這一心也不過只能 好 而且超小 沒有 沒有 這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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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很多 高大的美女 就是為了要貼被打 真的嗎 所以這個原因才可以貼放進來 拚這兩位有沒有 他們的任務就是 專門在打板子 要打很窮 打很窮 會嗎 應該不會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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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打圈在打板子 大門鍋裡面 大門鍋裡面 劇場就要來的 抱歉 抱歉 你剛才不是你公司嗎 對啊 是他同學那個 阿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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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公司 不是我同學 不是我同學 那都不 我認識阿堅耶 三千公司 我認識阿堅耶 我認識阿堅耶 我兩個很早笑的 年輕人 蛤 那是我朋友 還沒有加拿大同學 阿堅 還可以了 走一下 好久遠 對 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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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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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有觀眾拜國伯伯 可以 如果可以提出來 有人負義的話 如果有人負義的話 可以 就講了嗎 就直接講了 堅持檢 算是一號的 徐少爺 那個太離魂的 超級 而且是左邊就是那個1990年的韓達魯西亞 在Servia 布蘭輝那個韓達魯西亞館 高度一模一樣 顏色一模一樣 形狀一模一樣 你確定他沒有比他長設計嗎 他比他還充滿 完全 怎麼辦不計畫圈呢 怎麼可能這樣 其實我發現這個案子我的 其實我是負義盤 不過我覺得案子應該可以 可以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處理 我們應該頒給他一個最佳抄襲角 特別角 我們可以挑出一些特別角 我們應該用鼓勵的方式 鼓勵 它是最佳抄襲角 你說抄的最像 那就不要叫最佳抄襲 就寫抄的最像角 抄的最像角 奧斯卡更像 更直接 這也是一個方式 第一個是 這件要不要進入決選 如果有人負義 我們可以把它拉進來 這種方式好像把抄的最像角 我覺得用抄的最像角 來給它是最適合的 OK 因為台灣抄襲一直都存在 都可以 這個一間當副意 我們之後再討論這件事 我提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學長有告我們的時候 是告我們群體的 不是告主席 那就好了那就好 不安心 不知道怎麼辦 主席的作用就是被告 可以請老師 就是表會13號沒有入選的時候 可以單獨討論嗎 因為它一直被彈的很多 就是 這件我們拿出來彈 因為這個在 網友的興趣最大 他們彈的最多 所以這件我覺得我們的意見 應該也要回應一下 應該要對這件事的 想了很久 就拿出來彈嗎 對 那我們也是最後單獨來彈 要不要 只有我投的那一票 只有我投的那一票 只有你投那一票 就是 除非現在有人要再投補上去 要不然 我們可以單獨拉出來 最後再彈 直接 就是我的一關先來 我們應該就可以直接拿進來 這兩件拿進來 對 好 呼吸不過 現在到底是 上半路才是 要拿出來彈的人 可以彈 OK 因為我覺得沒那麼嚴格就是 就是只要有一件我就放進來 這上面11件是剛剛選出來 這兩件是剛剛被提出來 所以我們13件拿進來一起彈 那其他的會不會掉 其他的會不會干擾 會 會 因為 像下來會這樣一隻想要 有些人都看到總製的記憶面 然後覺得怎麼沒有它下去 擺在旁邊 在下面擺整題就好 不用按照準確 有一點參考性 這就是上一二三四五六五一八 十一二十三 對 那我們還是走一圈 每一個人發表十到十五分鐘的整體的 你可以挑單件或整體獎都可以 就是我們交換一下意見這樣 好嗎 十到十五分鐘也差不多一個小時多了 所以 我們 然後之後再交叉一次 我們再做最後討論 好不好 好 就開始發表一件了 那剛剛是從這頭轉 從這頭換 從這邊轉 從 這是避免專家給你壓力 所以 開始了 對 開始了 你可以 這邊通通可以談 然後你就 就發到一件 因為好像現在選出來的 是一件裡面的 反正有幾八 八件還是九件 都是你的公家單位 裡面的 Hololong層 Hololong層 那它有很多是 市政府是那種 大型的那種商業主義 所以它 因為它 它有一種 我是覺得 怎麼講 就是說 裡面可以看出我的問題 因為它是有點 那種 剛才有老師說的像宿孝 或是說 它是一個混雜風格 它也有很多一種 像紀念碑式那種風格 就是那種好像 好像 它預算比較多 我還不知道 過度誇張的 過度裝飾 它就是說 反映在目前 現在不是很多 閒置空間 兩分之管 就是花很多錢 那 那 那有一個什麼 金幣一堂 要嘛就是那種 非常的 富裕塔王 富裕塔王 就是 像那個 平靜音位 或者說要嘛 就是像那個 其實我是有選 台北市政府 因為市主是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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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法味的一個建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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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幾種風格 就是那種混雜 那種金幣威虹 然後那種型態 就是比較 自大 那 那 這是一類的 另外那個是玻璃圍幕建築 也是一個 好像有很多建築的材料 那玻璃圍幕的話 目前看起來 玻璃圍幕建築好像 也比較 我自己是 我的看法上也是比較 老鼠一點 就是好像 就是那個採取的方式 好像又沒有進步 但是又 好像又 又 又出現在某一種那個 想要吸又不行 又要保持某些傳統的一些 形式的東西 所以 所以我也有一定 你能出現 或是說像那個 那個是這樣 對 加一個 建築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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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所以好像就變成... 那這東西我覺得可能要檢討人家說 所謂的建築本身對於在地性的互動 這東西是不是當初的評估 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要談的 那另外一個四號的地板我覺得 像這種地板太多了 就是說引用那種什麼 拉洛克建築的風格 然後西方古典這樣 固定樣式的東西來套用 那其實有...在南部特別多喔 去南部什麼KDD那種的 其實我聽什麼一大堆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台灣這種所謂驗品花 它還蠻滅外的 然後... 不用一箱古典其實來強調它的文化性 因為這種文化性是一種虛的一種假的東西 那我是覺得... 我個人其實不是太財大氣出的文化 這種...這種文化的觀 那...那都是橫向移植過來 並沒有一個... 就台灣自己本身的環境 又出現去談的一個 這個樣子的工作 比較少啊 那所以... 我剛剛會提到說 想像力貧乏是因為... 那因為大家就是... 急袖章 或是說是這個... 愛用其他的這個...環境的觀感 或是也學養成的會做 所以... 他沒有辦法去創造一個新的形式 所以就只好去挪用不同的東西 成為一個... 像中台城市也是一個... 挪用很多宗教的這個... 這個古代的建築 那...要嘛就是像那個... 慈濟的... 或是那個... 加益這個... 基本上都是一個... 沿用一個古代的這種形式 在變形 但是變得也沒有比古代的... 然後反而失去的一些東西 那... 甚至像... 它就是我的這種... 基本上... 我對他們感冒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挪用古代一個斧的造型 那個... 鏡頭器子在造型裡面的... 作用 但是... 做起來都是非常巨大的... 那種... 有一個顯示空間 因為你居二樓 我發現它... 二樓全部都已經... 都沒有在用了 基本上二樓以上都是廢墟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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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真的是工廠單位... 花很多錢去蓋了這樣東西 它的工程性能量 那... 它的這個... 消化預算之外 它到底成就了什麼 成就了是... 就是說... 那這邊就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筷子技術的消化 就是... 我預計說它是不得不去消化 它邊緣那個預算就一定要消化掉 或者它會繳固 或者說... 它隔年夜間會被... 會被... 會再看 那...所以就逼著這些... 可能就要去... 給我那麼大的東西 那... 我是覺得這種... 蠻大怪可能是... 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一個... 就不是... 不是... 對... 沒有... 這樣... 這樣... 就一個人10到15分鐘 然後10分鐘之後 我會舉手說 10分鐘... 那... 那... 大概是這樣 你沒帶手... 你沒帶手比較好 那... 明天我也要...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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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好... 那... 要是沒有你當評審 那... 我們整個評審才會失色 等一下是繼續當評審嘛 請你... 勉為其難 這樣 你... 你...你不要認為你是... 喬聲... 保證明了... 這個叫不輸 是... 台灣人是... 你是台灣人是... 你真的很優秀 那個... 那個身分選主席應該有保障 通常... 喬聲是不能當輸 他... 他... 他就不集中跑迷惑了耶 喬聲... 喬聲就是喬聲管他入基 OK 你要不要再補償一些 對... 因為我等一下要洗手 保證明了 所以那個... 也... 基本上... 我會再次去談下去看一下 哪個奇怪的建築 我是覺得... 就... 可能剛剛講得太嚴肅了 就說就比較... 幽默的看法來看的話 我就覺得... 這些建築師在台灣這種奇怪的制度之下 所生出的這個奇怪的建築 我覺得不能完全關於建築師啦 可能有時候要怪... 某些制度的那個... 制度面喔 可能他們去參觀裝置藝術展 參觀太多了 可能不可能也夠怪 假裝要做裝置藝術 對啊... 我是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還是那個環境的那個影響蠻大的 因為... 為什麼台灣的很多優秀建築師在... 在台灣... 要做一個優秀作品 其實非常適合 他要擺平的不是只是那個設計部分 他要花百分之...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可能要花百分之七十六去擺平周遭的事情 你在說他嗎 完全講到他的心感 那所以做設計本身 能夠堅持原來的設計 我覺得... 就很偉大 你先停一下 你有四分鐘的那個... 可能叫出生卡 擴打 再擴打 還更用 因為第一個人總是比較辛苦 所以第一個人可以save 就像王作榮剛剛也這樣 齊老師 好... 那我可能會存得比他時間還多一點 差不多三點半就會結束 不用這樣... 酒不夠快點...倒酒 來一點...烈一點 開始... 威士忌 威士忌 拿出來 啤酒稍起來 太慢了 到絕選的時候才壞酒 其實基本上我的... 我的想法還蠻簡單 就是... 建築這個東西 不管是不是在台灣 其實都... 蠻難做的 你要真的把你的設計貫徹下去 都很困難 在哪裡都很... 都是一樣的困難 或許台灣特別困難 因為我在台灣還沒有做過... 這樣子 這麼大死掉的案子 但是... 我覺得是... 我覺得與其責難建築師不如說 這個就是... 這個建築的產物就是這個社會需要的 就是這個社會想要的 那... 更宏觀的來講 看到我們這個環境 我... 我回來... 我以前放假的... 我出國大概十多年 那我... 放假的時候回來 我不會對這個環境這麼敏感 這一次... 回來住的算是最久的時候 我覺得... 特別引起我興趣的 其實是廣告招牌跟鐵窗 這... 這兩件東西我覺得是影響我們整個... 反而不是這些東西 那事實上我還覺得台北市政府不是這麼糟糕 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至少它讓我不太引起我的注意去... 去看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好的 而且它也沒有掛太多的廣告招牌在上面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很不幸的就是... 就是... 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社會 那如果說... 你到... 紐約的中國城去啊... 或者是其他城市的中國城去 你大概會Sense到同樣的... 同樣的... 的環境 同樣的文化 同樣的文化 對... 所以... 所以我在國外的時候就盡量少吃... 嗯... 中國食物 因為那就... 味道就不對 那... 所以... 在台灣的時候我最喜歡吃的就是小吃 因為那味道就對了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像所謂的地堡 它就是一個... 台灣的... 在台灣你可以吃到的... 某一種西灘 呵呵... 所以它味道就不對 味道不對的時候就... 蠻慘的 同樣類似的情形 其實在中央公園那附近 紐約的中央公園附近 Robert M. Stank 最近蓋了一個豪宅 在中央公園的西南邊那邊 那個味道其實就比較對 雖然我不是這麼... crazy about那個... 那個postmodernism 那樣子的那個東西 但是... 至少它放在那個中央公園 它跟它周圍那些... 1930年代的那些建築的context 擺在一起 至少那個味道感覺是對的 所以... 所以我覺得會有這個問題 那15號的榮光大樓 大概也有類似的情形 它是一個... 移植了一個大對勁 不是... 不是屬於我們的... 的... 這個屬於我們台灣這個地方的 口味的東西進來 好多都是這樣 像18號 但是其實我倒不覺得 101應該被選 雖然我不特別喜歡101的造型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到那個... 應該被選... 因為它只是目標顯著 然後每個人看到 可能都會覺得很氣說 蓋一個台北的地標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想這是... 會引起大家這個... 這個... emotion 那個... 腸胃不大舒服 最大的原因在這裡 但是... 但是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不舒服的東西 其實是... 或許是我們... 不知道啊... 可能是內心深處 對自己的不滿意吧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是因為... 反應了我們自己... 本身的那種... 某一種情節 是什麼東西 然後... 投射出去 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 又... 又再提醒你一次 你是...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你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這種... 這種交錯的情仇是很困難的 對不對 像風水... 我們要怎麼樣對抗它 這個做... 設計的時候 這個是很... 令人很痛苦的事情 那... 那... 像... 左營站... 高雄特別多這種東西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公共建設到高雄 就會變成這個樣 那個... 科學公益博物館呢 有一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那一棟建築 國立高雄科技公益博物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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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美術館 奧雄的... 美術館 對... 陳博生 大概... 得意製作 大概都是... 都是... 都是... 有一種類似的... 類似的那個... 就是很... 很massive 但是好像沒有太... 那個... 沒有辦法照顧到... 太... 太細... 細節的... 細部的東西 沒有辦法去... 有一個比較... 細緻的東西看進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 也反映了高雄的... 的... 那天... 不過我是希望那個... 頭一頭的... 的... 新的東西 或許會是一個... 整變的機會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您的觀點說 那事實上 建築... 它只是反映一個... 社會的... 真實的... 它像一個建築... 所以... 不能全部... 不是它全部的責任... 它只是重實反映一個... 一個... 一個... 我剛突然發覺一個... 20號我們弄掉了... 20號其實有... 20號有四... 哦... 對... 蛤...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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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二... 一... 二... 二... 十四... 九... 十八... 十五... 你說這根... 最不致死的嗎? 不是... 這裡... 加起來... 這有十一... 可是這裡... 已經有十一了... 為什麼會有十二呢? 哪一個被冤枉的是不是? 有一個... 三... 九... 三... 三... 九... 二十一... 哦... 其實是有四個兩票... 所以... 十二... 對... 對... 漏掉一個... 而且那個蠻高票的... 對... 天啊... 十三號隔壁了... 他就是... 好早就被踢出來... 該倒的... 從... 施工就被注目的... 對... 在那邊... 那種... 這個是許長吉... 他們說所... 找那個... 呃... 美國公司嗎? 美國公司... 忘記叫什麼... 呃... 呃... N... N什麼? NBBJ NBBJ 這完全不是NBBJ的... 對啊... 這是許長吉... 這個是他們找NBBJ做的... 但是NBBJ不是做這樣的東西... 但是做... 呃... 那... 那... 好險... 你拿來台灣賣就變這樣子... 哈哈... 他們也不會承認他們做的... 對啊... 所以不用擔心... 那個... 薛老師也用的... 蠻小的... 你有三分鐘的... 那個... 有了以後... 以後一定會有發想的... 哈哈... 那個薛老師要不要接著... 我想從... 對應他... 可能有另外一個... 他的角度... 一個社會有他的... 真實面... 但是有一個現實... 現實跟真實... 當然是錯誤的... 對台灣人來講... 假如說真是... 內戰真正的想要... 還有一種... 現實面是... 其實可能是... 真正內心的... 那種想望... 那這兩個字... 在台灣之後... 好像是... 錯誤的歇歇... 那比如說像... 1012... 因為... 你已經蓋台北... 是最高的... 樓...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 他已經不是... 社會責任而已... 比社會責任還多了... 比如說拿那個案子... 像... 樓位... 那個... 阿塞隆拿出的那個... 水公司那個... 那他是那個... 他是一個私人... 私人... 出資... 在那個大廊之後... 大把... 大半部租給那個自然水公司... 其他再租給別人... 其實你看... 他即便是一個私人老闆而已... 起碼他... 都有那種想法... 說OK... 我剛才是公共大廊... 在那個... 這條邪教大道... 那個角落上面... 但對不起... 他不能夠跟... 什麼... 他不能夠跟聖家堂... 因為再怎麼樣... 對比聖家堂... 還是應該是什麼... 在巴掌隆拿最強的一個案... 最高的一個... 他已經不是最高了... 但是問題是... 雙門會做的這個... 比他還高... 但是你真的到現場去看... 不管是... 白天或是晚上... 他可以做到... 讓你覺得... 他已經編不見了... 所以那個高... 產生不了那個... 上面的... 上揚性不出現... 就是說... 起碼... 業主也有... 考到這個... 然後... 設計者... 也確實達到... 因為其實你真的... 經濟到裡面... 他的辦公室分割... 不是非常好... 他是... 非圓也非妥人... 所以你真的... 一做切分的時候... 其實... 不是非常好用... 但起碼... 老闆接手... 然後... 設計者也做出來... 但是起碼... 真的... 你以後... 絕對不會去跟那個... 剩下兩品... 就是說... 起碼做到這樣的東西... 像... 你家... 一個設計者... 在社會上有這種位階... 對不起... 你逃不掉了... 逃不掉了... 就是有... 對這個都市有這個責任... 而不是說... 我要幹什麼樣的... 然後業主說要... 富貴花開... 我怎麼... 節節高盛... 我就怎麼照著做節節高盛... 我覺得這個... 還真的應該要開... 剛剛已經到這個位階的時候... 好像抄襲... 其實... 13號... 我倒覺得... 還真的有點吵氣... 你家真的看的時候... 有一部分嗎... 是那個... 那個是呀... 嗯... 在... 竹山勝在大阪... 做那個D-Hotel... 這個裡面... 因為切那個角... 那竹山勝做那個... 切那個角的時候... 他有去回應他... 因為切掉那一部分是... 樓梯間... 和其他空間... 所以把它給切成兩分... 然後這一頭啊... 就像那個... 誰啊... 嗯... Ciano... 就是我們以前... 在學生的時候最紅的那一個... 就是他都沒蓋東西了... 比人在Pray的... 在... 你還要貼成那... 我可以定義一下... 那邊有五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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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代的學生... 二十年代... 第一個王奏... 那邊只有三十年級的學生... 沒有... 你等一下仔細看作品集... 看那個... Libbeau的作品集... 他要做一個House... 你看看起來... 也就是左邊根本就是... 像那個House... 然後要去... 貼在那個竹山石的那個牆上面... 所以其實... 那超王朝環境還是滿長的... 因為... 你起碼要去... 回應那個環境嘛... 那動物到底沒有回應掉嗎... 是不是好像沒有... 內在跟外在之間 那我覺得像25台北車站 其實你一個公家機構 不應該那麼獨斷說 OK 我自己有需求的事情 他當然不應該只怪那個鐵務局 應該整個行政院問題 因為你這麼大的部份 你應該要去統合一個事情 那事情已經是 不是單獨一個鐵務局這個事情了 他已經跟台北都會 按整個他建的一個 台灣首要的城鎮的發展都會有關係 怎麼可能該去台北車站 就是這個樣子的使用技能 他可能應該擴大 可能跟那個什麼 PoloCelary MegaCity一樣 因為他是台北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不是所謂重要而已 而是 歷史當然也有因素在其中 他的使用量 他的使用量不只這樣 他應該使用量更多 所以那個量體溶機 跟真實的需要之間的回應 跟我們是完全是錯位錯質的 沒有對應這樣 然後像21號 然後覺得 那個隔的醫師實在是太強了 就是說 慈濟那個老祖師也 他自身的意志力太強 加在所有做慈濟的設計者身上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出現 那那個東西出現 到底對這個社會到底有什麼利害加的 你幾乎在慈濟所有的東西 就可以看到那頂帽子 人 那 你講的是上人嗎 上人 那變成是他好像要去建立他的王國 跟我們在座者下人之間都沒關係 我們是用了一階級 基本上好像就已經在知道這個新社會階級這樣 然後18 你只要去看那個18跟那個 18也是一樣 等於是醫會議員跟那些喜好什麼東西 然後就非要蓋什麼東西出來不可能 王安全是根本商的喜好 然後他的喜好變成是 橫色一嘴也去附了那個喜好 然後就照顧那個怪星出來 然後30號你真的去看那個30的時候 那個家裡是政府 你既然是所謂的新的市政府 然後應該是變明了 好像應該是open to everyone 結果你聽到 我的天啊 大的離譜中間是全部是挑空的 然後那個 我媽最能的錢 對不起了 你們空調是我們在付的 不是你們那些人在付的 然後進去之後你也不會覺得 其實沒什麼 好像我就怎樣 身份第一大決了 我已經那個入口跟那個城鎮完全無關 然後那個整個建築 跟他後面那個舊式政府 舊式政府還真好 他是民國初期的那種比較簡單式的 簡單的主要經過日本人修飾過 然後他簡潔明亮 然後這個真的是 王安全不是於他的存在 因為他前面在蓋起來 也沒回應那個環境 全都沒有 有人知道那個是建築是哪一個 我都不知道這個建築是 只知道哪一個 家事任法 家事任法 羅興華 這也是羅興華 小港機場 高雄工的 好像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活在現在 應該還是什麼人先提出來 我們活在現在 我是不是要去 防骨回去做 骨在老祖先住的那些房子 因為老祖先他的房子 他已經在他那個時代走不出來 然後我在這個時代 其實起碼要回應我現在的需求 好像現在這個時代 當然我要去承接 講說好 保護更重的話 你要去承接過去 但是承接過去 不是要copy以前的東西 copy好像copy以前的東西 其實永遠是一個問題 永遠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時代已經終結 已經最好了 那這個時代應該再複製嗎 好像不應該再複製嗎 或者沒有我們這個 這個自己這個時代性 這個時代性完全沒有 這樣講比較嚴肅一點 這種嚴肅面談 我也點到一個問題 就是事實上在談的時候 因為其實這個年代是差異很大 像那個活在蓋的時間點 他的那時候時代的觀念 那時候時代對那個複合機能 那些事情跟現在是不太一樣 但是去年蓋的跟30年前蓋的 是不是檢驗標準是一樣的 不曉得是不是 但是時間是不一樣 台北市政府蓋的時間點 但是現在蓋台北市政府 請同一件事來蓋 他也會蓋得不一樣 那你你知道 那個Paul Sororio在 有沒有在AMIT提算 他的那家庭 我已經多早了錢了 他剛才已經好早了 謝謝 謝謝 小王子 我先左腔出 蜘蛛 三腰腔 我大概把他 三腰腔已經好 剩下兩棒 那個兩部分沒講 第一個是我前面談的那個 所謂那個 那個人性意 應該可以 就是說什麼叫人性意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要憑這個Holido 其實它是一個談一個很人性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一定可以感覺到 那個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要談的是 到底有哪一些房子會讓大家覺得 你進去那個房子以後 你那個人性裡面最黑暗的部分會勾引 進去就想做壞事了 這就是我講的 那我大概把他分成三 這裡面又把他分成三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我把它稱之為叫做那種 墓碑形 就是 就是他這種房子有一種 我們叫做一種莫名其妙的紀念心 啊你不曉得紀念什麼 他就想紀念 所以會跑出一個的紀念 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呢 像那個 比如說像我選的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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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記的彰畫 這樣子 這個畫嗎 對就是第21行 這樣子 就是說 那實在不曉得紀念什麼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要紀念上人 不過他還沒死啊 那以後可以改成電影館 會轉業 所以這就會讓我們覺得 就是 就是會很陰暗 就想到一些 都是想到這些不好的事情 哈哈哈 那第二個 其實我是在選是 那個101還是 還是26號的那個85層 不過覺得應該是85層更有墓碑的味道 這樣子 就看他就很想死 哈哈哈哈 就很墓碑啊 就是那個比他還墓碑一點 所以我覺得 大概是第一個像這種那種很墓碑的 在我們這邊 我們說一種 一種很莫名其妙的那種紀念性 因為在我們這個城市裡面 它並沒有 它並沒有那樣的一個 它並不是在常常說具有那樣的一個規則 一種古典的規則 所以那個 我們常常都因為我們喜歡什麼樣 就跑出那樣的紀念性 然後就讓我們覺得很錯愕 或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反應 這大概是第一 那第二個我把它稱之為叫做 叫做墓穴形 就是說我們不是看到那個碑 不是看到那個空間 對你看 就是進到那個空間 你會覺得 覺得你在一個墳墓裡面 涼涼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關於這種 那種墓穴形空間的那種始作永久 大概是台北空車站對不對 一進去你就覺得 那個開始起雞皮疙瘩 一氣神神 對對對 這個大概是一個這樣 算是那個台北的狀態 墓穴形 那我們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對象 就是那個嘉義市政府 大概是像一種 30號 對 在第30號這種 那種墓穴形的空間 那那個談到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說 我們這個火力鬥 這個講半個一點都不好 那個因為我們去年 有選了一個台南市政府 其實跟這個很像 都是那種墓穴形 結果我們已經選出來 就今年又跑出一個嘉義線的 是台南市政府聽說在修命年 所以應該是 是有 你的意思是說去年的殺傷力不足 對對對 所以你的加碼 所以今年又不足這樣子 你今天要再重奮一點 墓穴塊 然後我覺得還有 然後我覺得還有第三個 這種墓穴形的 就是這個中央黨部 不過那個沒有陸穴 那我是極力推薦 因為那個房子一進去 哇實際上是太墓穴了這樣 這樣子 你是因為黨員進去 還是因為建政評論者都進去 他搞不好有黨陣喔 其實他以前在中央黨部的時候 其實他隨便可以進 現在也可以進去 像基金會 像基金會的時候 我不曉得 基金會以後我沒有從來沒有進去過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空間 那個 其實那個中央進行黨都還沒像他們那麼恐怖 真的我覺得中央進行黨 其實跟他們一比還OK 其實還不太墓穴這樣子 那那個再來 那個在這個部分的那個第三種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 這個叫做 未活以死刑 就還沒有活過來就死了 你知道叫做多胎 就是 就是很可能 本來生出來要活就還沒死 活過來就死了 你說他第一個是漸層圓 那個那個漸層圓 不應該不應該生出來結果就生出來 對 生出來 甚至有死 就是一 就死了 他還是死胎嘛 他還是死胎 有生出來可是一出來就是死 那那個 這是第一個啦 這個大概不用解釋太多了 大家應該都懂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我選的是 喔 那個剛才那個 木屑弦我剛才還露了一個 這個是那個雲林縣議會這樣子 這個這個那個這個 這個房子對我來講是一個 一個那種 KTV型的 的墓穴 就是說 這個墓穴 可是外面是KTV的樣子 我覺得那其實是滿棒的 我其實覺得他不應該被搬成 就是他應該有一個特別獎勵他 我沒想到那個 那個雲木應該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那個其實應該 馬可洋金錢爆雲林分潰這樣 就覺得滿意 就是叫做我愛金錢爆獎 應該是不錯的 這個大意思 那那個另外一個 那個 為活已死的是那個地堡這樣子 就是說四號 就叫做地堂這個房子 這個這個這個房子就是說 其實他他其實真的 你覺得他是給人住的嗎 給一個華人住的 對是給一個華人住的嗎 你覺得他給一個華人住的 華麗子的 我覺得不太想 比如說 你好像是想要成為死人的時候才會 所以我覺得 那真的有那個那個樣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我覺得那個房子 那我覺得那個房子其實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意義 第一個呢 那個我其實 我很同意那個蘋果之報表演給評論 那個寫的我忘記一下是誰 因為蘋果之報看到推在那個評論非常久 他把它稱作為叫做一個 鍍金的饅頭 饅頭 就是你在什麼鍍金還是饅頭 哈哈哈哈 還是窮人吃的那個饅頭 蠻毒的 對我覺得那個形容的 他們該去租房建築市場還是很好的 我覺得實在是形容的很好 就是說那個房子再怎麼看還是蠻窮的 就是加了很多 好像很昂貴的事情 基本上還是告訴你你很窮 那第二個事情我覺得這個房子呢 其實是把台灣社會的那種貧富差距 把它拉出來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其實是 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應該要再頒到一個特別獎 獎勵它 把台灣 那我們發現原來貧富有差距 有差距到這麼大 這樣我覺得 發現台灣獎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可以考慮再翻到一個特別獎 這個大概是我關於 那個所謂的那個人性陰暗面的那個部分 那另外部分是那個伺不向的那個部分 那我覺得其實那個最好的就是那個 那個台大醫院 這個 合同醫院 對 對 合同醫院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呢 它的伺不向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它其實是一個 應該算是一個中老年人 超可愛 然後穿銅裝 那個感覺 它其實是這個房子 就是說其實它很嚴肅啊 它不會做那種 王德爾我們要一一為借 它其實不太會做那種很活潑的房子 那種天刀殺人 他常穿銅裝 所以我覺得那個房子其實就是假天真假活潑 來與親切 裝可愛的 裝可愛 這樣這樣子 然後呢那個另外一個伺不向是應該搬給那個 那個新搜狗這樣子 這個房子我把這個房子叫做假親切 假親切 就是說其實是一個根本 它根本都不想理人家 它不想跟人家說什麼話這樣子 在那個城市裡面根本要 所以它那種就是這樣呆呆呆大大的這樣 叫一坨 可是它又要開很多東西啊 什麼一個口啊什麼東西 想要跟你說 可是它根本就是說你不要來找我 不要來找我 我不想理你 這叫假親切 我覺得那個房子其實把這個部分做得蠻獨省的 這樣子 你大學參加我會看到那種女孩子是看起來根本不要勇氣要我 對 想說可以啊 對 然後一去就說不要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房子 那個 那個 尤其它那個 路口 真的是怪異到不行這樣 我覺得那個房子 那我倒是要替幾個房子要說一下 比如說我覺得 那個 那個五角船版這個房子 其實我沒有 我一點都不討厭它 他們那個網路的評語是還蠻厲害的 說遠看一坨 對 大便 近看 他說近看還好 對啊 所以那個其實我覺得它起碼是一個 一個誠實的 就是說它直接把它想要做出來 我覺得它對我講 我不會特別喜歡 不過我也不會特別去討厭它 這樣子 這樣 然後另外我做一個提議 這邊應該把我的時間可以扣除 嗯 我跟你講 那個 兩個時間是合在一起 不用的就是它 那個 像我是提議說我們對第一號 因為剛才那個主席覺得 我們如果頒給它什麼最佳抄襲獎 有被告的 的危險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 叫做 頒給它叫做 我愛名牌獎 就是說 它愛名牌啊 那我們就 登的時候就是 給它一張那個 最兆的 放在一起 這樣 這樣 我愛名牌獎 這樣它就不會告我們 它沒有辦法告啊 我是不反對 不過我絕對不要去頒這個獎 你拿去當公司 這樣OK 我講完了 哇 很精彩 講到那個什麼 陰暗 什麼 哇 你的主題都跟死亡有關 你是不是最近在寫死亡健康 沒有 那個我是看到他們就很想死亡 很不自在的想死 想死趁現在 大王他用掉你五分鐘 不好意思 沒有 其實你沒有超過 我的部分的話 我是 我在我的那個 投選的過程裡面 被簽在被選上的 是多少有一些落差 那在這個選的過程裡面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比較著重 就是說 從一個專業的角度 然後可能是 找出來看待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 這個角度怎麼拿捏我自己 也覺得 我不是有辦法 掌控的這麼精準 在譬如說 現在所列在這個 一排的那些作品裡面 事實上在我的心目中裡面的話 這是排在比較前面的類型 我覺得他應該是被倒的案子 這第一個就是那個建成元環 因為建成元環那個案子 對阿浩那個案子 對我來講 他本身就是 在某種程度來看的話 他是充分說明一個專業的失敗 對 這個事情裡面跟社會沒有關係 是純粹是專業內部裡面的失敗 專業的高傲跟自大 對 因為他完全忽略了所有的 這個案子裡面真實的狀態 然後呈現了一個完全 就是說脫離 脫離 真實 真實情況的一個案例 那這個失敗 對我來講 比那個第一號的案子的失敗 可能還要重要 剛剛各位在談論他的抄襲的行為 我同意 抄襲的狀況在台灣也是一個很 很必須要被談論的事情 那但是相對比起來 就為什麼我覺得二號的失敗 或第一號的失敗還嚴重 因為二號是有企圖心的失敗 就是他基本上他不是要 不完全說準備抄襲誰 當然我們當然說 安人中中的影響也 某種程度會在這個案子 會被略過 但是事實上某種程度來看的話 那個部分在他們的思考裡面 我覺得佔了百分之幾 是很重的 他原先正面的出發點 才是一個危機 這個是我在那個 健全員環裡面所看到的事情 然後再下來的時候 對我來講 給同等嚴重的那個問題的是 18、30 就像我們去年在談那個 台南的情況是一樣 因為這兩個地方裡面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 他代表了另外一個很深層的含義 因為如果我們同意民主社會本身是 目前來講是相對一 所有的體制裡面是相對比較好的一個體制的話 那你會發現 在這一些一位的呈現裡面 你會發現 我們在這個制度裡面 是根深蒂固的壞掉 對 因為這個壞掉本身呢 那很嚴重的事情 如果放在專業裡面來看的話 那還代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預算都在他們手上 他們的房子已經某種程度 把台灣的建築的 就算你有企圖心 他也已經把你逼到只剩下很窄的空間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種相爭的狀態 大家不要講說 如果那個民主社會是一個 現在的社會裡面 民主的意思是代表著這個地方的一個相爭的話 那這樣的房子 這樣的取捨 證明我們從很多種草都 生活的各種草都裡面都是一個 一個失敗 這代表那個城市 代表那個地方的一個整體的失敗 民主的失敗 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時候對我來講 是蠻嚴重的一個情緒 對 然後接下來是這時候相對的 第一把我倒是沒投他 我知道 但我的原理他不是一個成功的作品 但是他相對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他有 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有權利選擇這麼失敗的狀況 這是 建築師本身就是某種程度他的專業也失敗 因為我們看過他的平面 然後就是 但那種狀態裡面是一個 一個常態的 我就覺得這還算常態的失敗 所以我覺得因為 在社會裡面他有權選擇各種的可能性 那我想這個我不會放在這個好運動裡面 因為我覺得跟那個先一位的那個角色來比的話 我覺得他們太嚴重 但是他還不算太嚴重 同樣的情況是 那個舞蹈傳版會沒有投他 因為這個 如果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喔 某種程度來講 這一些不同的表達的意見 是可以被被接拿 他的確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很難過 就是這個很難過是 因為進去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很難過是一個很矛盾的一個 這個 這是感覺嗎 沒有啦 你會發現 他自己覺得 他自己覺得很慚慚 被他說到 這個 我口罩沒出問題 他說 舞蹈傳版喔 基本上他會給一個很矛盾的一個情緒 就是說 你會看到說他本身會呈現 如果像我們 我們受過專業的人來看的話 我們會覺得他幾乎沒守任何章法 但是如果放在台灣的 那個建築發展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建築師太守章法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我們反而看不到台灣的 建築師某種程度有一些 自己呈現的某一些 那種發展的狀態 就是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最掛在心裡的事情就是 我常常在談論那個 修哲蘭的時候 我總覺得 修哲蘭的時期 當他我們 按照現代主義的立場 來批評他的作品的虛假 然後復古的過程裡面喔 我們會發現說 放在同時代 那個後現代的觀念就是在那個時代的興起 而那個Venturi他可以把它轉換成一種理論 而他也能夠結合到說 真實的社會心裡的需求 那是他 我有Venturi的簽名嗎 喔 男來你也是那麼可愛喔 你還可以收集美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在那種狀態裡面就是社會不同的變的時候 如果我們台灣呢 它凸顯我們台灣之所以無法開創自己一個新的審美階段 如果就是說 在那種狀態你可以想像 達達不會在台灣的藝術間出現 那個扑母不會在台灣的藝術間出現 如何把這樣的東西變成一個新的狀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少舞蹈長板 會錯到我們這個同處 當然這個事情裡面就是說 這個爭反兩面 我覺得如果我們 對我來講 合起來的時候 它也算是一個 一個不太成功 不太成功 但是罪不至於到 因為 我覺得 社會要有這樣的吃進我們的專業 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這樣 那相對的 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話 我 我那個覺得 19號 19號我也有選 那 作為一個藝術表演中心 我不是因為他復古的問題來選他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空洞的姿態 就是說 他說他要用古典的語言 我沒有意見 就是 但是問題就在這個案子裡面 也是一種專業的失敗的態度 跟整個社會的反應的態度 因為這個案子裡面的那個空間的 那個幾乎也是跟那個現實脫節的 所以他只是一個自拍 跟那個 那個意外的情況都是一樣 那台北火車站 我的感情比較複雜 因為去年的時候 我覺得他 我上一屆的時候 我有表達過對他的意見 我是覺得 他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但是還不至於倒 但是這今年喔 這年我有很多機會 在那個辦公屋的空間裡面走動 但是我 現在我覺得 以今天的時空 重新再看這個基地的話 我覺得 他應該被 應該倒 因為我也同意各位講的 就是剛剛掃房講 他有像一個墓穴 這個事情裡面 我覺得還不至於是建築師的問題 因為在這台鐵 用從人的心態處理一個大房子的問題 連燈也不開 電梯也不開 我沒看過一個城市 都有一個城市的代表 進到那個火車裡面 就一眼就看到那個城市有多寒酸 然後到了雲林的時候裡面 就那個城市多沒品味 但是那是寒酸 就是那個單位 根本不知道自己 在那個社會裡面 就是說的角色 就算是爛房子的燈打開 他還是亮的 但是他就是不亮 他是歸台鐵 他是台鐵 台鐵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那個主管 都是從那個黑手出來 你不是太 我不是氣死黑手 因為他跟很多的國營事業一樣 他們完全沒有所謂的 經營管理階層的 那種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那我覺得 他的情況 跟那個雲光大樓一樣 這兩個我們都有選 那就是我覺得 從都市的角度來看 他們應該被倒 因為 如果新日劇化區 是一個台北的 重新規劃的區域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 它本身是 徹底失敗的一個設計 它新日劇化區的邊上 然後融化 然後它是台北火車 但是台北的主要核心 這個地上區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東西應該被談論 這樣子 那台大兒童院的話 我是 我也有選 那我的意見跟他 剛剛少王講的類似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在表達上面有問題的案子 那捷運中校站的這個案子 捷運中校這個案子 我覺得 基本上這個案子的問題 就是整個的表情是 真的在它的早設裡面是 我完全不知道 它的設計上面是出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情況裡面 包括它要跟一個捷運站結合 然後現在的結合的方式裡面 就等於什麼都沒處理 所以它的內部 內部的複雜性 該有的活活性 就是在設計上面 沒有在徹底的呈現出來 然後它的設則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設則它還可以救 但是反正花錢就可以救 但是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講 我很沒選它是因為 我覺得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基本上是失敗的案子 但是不是一個 就是說有太深層影響力的 一個失敗的動態 所以失敗的不用 對 它是Therese Jody John Jody的作品 基本上我覺得 Jody他們都是做內部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醫院 他們大概都是國外提出的 是內部空間 對 是李主委員 是李主委員 李主委員 Jody他們專門做內部規劃的 做SD 就是商業商場的規劃 我自己是有提台北中山足球場 但是它沒被選上 因為我覺得那個案子 不是因為它的很古典的樣式 而是那個案子 在從都市的角度來看 是一個完全浪費的資源 它的含義 對我來講 跟那個營營縣異位是有點像 浪費 對完全浪費的一個狀態 因為它沒用 然後它也不能用 因為它球場根本就不能打球 踢足球或踢到人家受傷的 在走足球場 然後它根本就被閒置在那邊 那這張你可以帶給我一下 哈哈哈哈 這是劉碩我之前 OK OK 謝謝 來 這樣 果然雙槍槍的一塊 你們之前都會預言嗎 我們會在做夢的時候 親來聽一下 你覺得我會 血魚跟它 一語 我也覺得不會 欸 你也要批評這個 剛剛這個真的是 他對呀 連別兩次 他已經知道 你要批評他自己的自首 就是我只選了七個 幫我講一下 他 我先 我先挑我比較想講 那個 像左一站來講 對 這的確 左一站是那個 華新建築宿宿宿宿 就是羅青黃 還是不是 華新 這個是華新加中興公共部分 有人知道華新建築宿宿宿宿宿 左營 對啊 不是 它是這樣子 那個台鐵是華新座 就是 那個台鐵是華新座 然後高鐵是中興座 高鐵是中興座 高鐵是中興座 這就是 這就是那個 最大的災難 台灣一定要 voniels 工 dass who 公有公司 主導了這些大型工程 冬 LEE 不知道什麼問題 那不法 烤awn papel 機場也是這樣子 可是 你像想想看喔 連在事務所裡面的水準 都已經不太行了 巧合 fácil 所以它是個典型 這種案子在 有時候我看 После 沒有太明瞞的感覺 但是 真的把它拿出來談 你只能說 果子裡面 你正要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沒講到 是一種悲 zupełnie 比如說,這個時期呢,然後我們還是蓋這種東西 然後你以為高鐵是集合這種最佳心智那種Best Mine的集合 可是它不是,最後蓋出來的方式除了星度站還能看之外 你看幾個站,幾個站講的是災難中的災難 中脈還可以啦,至少在維持它的水水以內 其他幾個站,你簡直是呆的 就是,你以為這是一個最先進的東西 好像台灣的很多未來希望應該放在這裡面 可是不見了,這種就是一個期待性的東西 那,所以把這種期待都把它放在一起看 我同意那個101剛剛那個徐老師的說話這樣子 是的,你當一個建築師,又建議 你在一個那個情況之下,你又是一個大師級的 人家認為你是大師級的 實際上你有主導權 你有主導權的時候,你還蓋一個這樣的寶座 那這樣的分割呢,我也做過好幾個大樓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這樣的分割大概 不管是分割,不管是造型的 你可以說他根本沒有掌握任何這個時代 對於這種,這種high-tech的那種,那種 那種,那種,那種維目橋 應該有的那種,基本常識可能都沒有 那再加上他揍了一些那種 那種,那種似似而非的那種裝飾的東西 你覺得不曉得他幹什麼 那這個房子如果再矮一點 也許他會變成這麼大的目標 就像一個小雕塑,你放在桌上 沒什麼好彈,沒什麼拿來當目標 你把雕塑放大了,他就是一個都市的地形 就要彈了 所以101這個責任是刨不掉的 那這個,這只能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制度 或者建築社的制度 就是,這實在是 實在是,太... 太一點人覺得難過了 那類似這樣的案子呢,其實還有這樣 這種地標類的,就是 作為一個都市的入口,作為一個都市的地標 台北火車站也是個這樣的問題 那台北火車站我比較覺得 他是一個屬於在外殼看起來好像還OK 可是內部正在腐爛中的這樣的案子 那的確是跟他的管理是沒有很大的關係 他不只是燈都不開而已 他很多司令已經掉下一半了 他也會把他端子拆下來 他把他釘回去 他根本不修的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高鐵跟台鐵商量的一個小區塊 變成是高鐵的台北站的時候呢 高鐵大概跟台鐵開了幾十次會 目的就是說拜託,讓我們修 我們高鐵門口那一個狼 可能是那個內側叫什麼 那一側叫東側 東側狼的那個天花 讓我們換一換好不好 台鐵不同意 因為他本來就認定高鐵是他的對手 最後他們就說你要修 整個一樓天花把我換掉 我算過那個三萬平方公尺 所以這是一個很誇張的心態 這個已經不是這個說從 當然不是霧露黑手 不是從黑手心態起家的問題而已 這已經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麼一百多年歷史的一個單位 他在基本結構上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他可以做出這麼殘忍的事情來 多少外國友人啊 還有什麼都在這邊會出怒的 那現在他其實是一個太勞 或是可以講 逃跑的 逃跑的那種外籍勞工 還有那個流浪漢 固定聚集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我所知道 就是這邊 對面這邊有個恩友中心 是基督教的 當然他們從這個天使活生蛋救出來的 就是被對方強暴的案例 大概就是四幾個 這裡面經常覺得 這個真的是 這裡面最黑暗的人性在此發生 那是因為什麼 其實是基於這個 骨管領帶會的問題 這個房子該不該讓它倒 從建築角度來講 我覺得 這比例上其實是 是至少它還中歸中矩做了一些事情 那當然那種建築是該有的那種基本態度 它是完全沒有 譬如說這邊沒有任何中間空間 沒有所謂的開放 這裡就是進室內的人 沒有那種中間任何的東西 作為一個大型公共空間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沒有 所以我發現他們其實從那個年代開始 很多公共工程都沒有這種東西 然後人不存在的 人在觀念從腦中身體拿掉 這類的案子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說是罪惡到一塌無敵 不管他合了幾次講 就算已經頒過給他講給他了 每一年還是要頒他一次 不然他倒一次 然後 一年倒一次 像五角船板這樣的案子呢 我覺得應該要談 我倒不是覺得 我倒 因為我是看到網路上有人在談 然後在罵 我倒反而覺得應該利用這個機會談一下 那就是 的確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像是 既然是外行人 如果說我們大家各位都是戀家子 你今天不會因為一個不會武功的人 那邊有鼻手畫腳一般 你就上去打斷他雙腿雙腿雙腿 不會吧 因為他就是門外漢 的確他有一些嘗試 可是他的確也 他也要負一些責任 所以就以藝術作品來講 這也是一個很詭異的作品 因為 當時說是兩個雲峰 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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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峽的女生 這個作為一個藝術家 有一個基本的藝術責任 就是說 那個 你的關節要弄對 這兩個女生的手都是四節的 大家是出了車禍 扮成四節 然後在那邊呼喊求救那種 比較像是那種味道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連藝術都做不好 你就不要來做這個東西 你不要只是當作一個像那個 我聽說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店主叫什麼 謝麗香 謝麗香 對他好像是一個 比較女性主義的人 我完全贊成這件事情 你要這樣子做拜託 你就好好做那件事情 贊成女性主義吧 你就贊成女性主義 你去做這件事情 解放女性 或者是在裡面 甚至在人類上做規定 所以你進來一定怎樣 男的可以爬的進去 女的可以站的進去 多屌啊 沒什麼不行的吧 可是這個裝飾就是 太低俗了 哪有進去之後 才可以看到網上看到 看到什麼精彩的東西呢 也沒有啊 所以這個想要是騙人的 所以藝術也不成藝術 建築也不成建築 但是絕對不可以翻給他講 翻給他講 這個只能說素人 這是素人的東西 不過話說來 我要怪一下九點 九點這種案子也接 所以說 這九點接 那也不是沒案子做啊 是接這種案子 對 建築師有時候 建築師要反省一下 21號的慈激益 建築師要講點不斷 這個不是最醜 且看一看桃園那個 那真的是嚇死人的醜 一樣的 就是這樣的語彙 可是到了桃園之後啊 譬如說今天 其實你們大概錯怪上人 其實那個組織裡面 有一個更大的 那個大桃墓 然後姓林 他才是 他才是主導這一切事物的人 在慈激的桃園分院啊 還有好幾棟啊 硬要塞五六棟進去的時候 每個屋頂都要變小 變小不打檢 後來發現 融機率不夠了 就開始把屋頂切塊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那種 屋頂把它長這樣子吧 把它長這樣子 中間切了一大塊 因為融機不夠了 那就切塊了 那簡直是 所以這個案子要得的話 應該先把桃園那個拿進來看 也是刺激的 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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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面 其實我看起來我覺得 最難忍受的 其實反正是19號 加一線那個秘書中心 這個東西我覺得它的問題太大了 就是 這已經不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就是 就是該事務所 該事務所長年以來 一直在做這類的事情 就是這簡直是 就是你 如果說我叫來 如果說你今天 黃友過 黃友過 黃友過啦 如果說 內湖五角傳板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需要用建築膠帶來看它 沒有問題 可是 這個19號這個簡直是最大惡極 其實這裡面沒有擺出 它幾個很重要的照片 那竟然是一個盒子 直接就接那種 翹得一塌糊糊的 像妖廟那種寫屋點 妖廟 這個建築的素養 其實可以從他幾年前 做了那種案子的素養 喔喔喔喔喔喔 有被啊 喔喔喔 這身份是 他做了一個 這個是一個在三級古級旁邊的 一個徵建工程 各位看一看喔 他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這簡直像 50人有工作做 這簡直是 然後 至於像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事情 才是我覺得說 當你建築自己有機會 你做公共工程的時候 你不能夠做這個事情 你真的是應該要 要讓台灣學習 那種武士道的精神 你不行就自殺啊 這個 這件事情太嚴重了 如果說 這個如果說 不給他一點點警告的話 他會繼續做這類的事情 這個 你掌握這麼多資源的人 你怎麼可以不負點責任 又偏偏還有一點引起 那 不曉得 我找了一張很有趣的照片 我想給各位看一下 這張 各位看過嗎 有 各位看過嗎 有 大陸 這是在北京東雁郊 30公里外 叫做天主大飯店 這張是撞成福祿寿 最貴的房間好像聽說 是這間 先逃這間的房間 這其實是類似的啦 他只是把房子的外面 招來什麼招牌而已 所以 這個沒什麼好談 談到這個時候 就屬於飛劍的一個飯場 下哪一個時候沒這樓 這個我找了一個類似的案例 就是這個 就是在重慶江北嘴 標誌性建築 就是 那種大概就屬於 那種大概 天上去有人性的缺陷 然後不可以用這種建築 天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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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設計的 薩羅傑斯 不知道 不過這個可以找資料嗎 當然就有點開玩笑 不過講嚴肅一點 我覺得 建築師的這個時代 真的不是 不是 像建築園有 我完全可以理解 他一定有很多背景元素 那個 Programming的問題 商場經營管理的問題 這不完全是建築師的研究問題 這建築師可以管 可以控制的 尤其是像 你看縣議會建築師能夠主導 其實很低 跟市政府一樣 造型 材料 很多東西 這個你們都知道 這個環節 這個生態就是這樣 可是像嘉義縣標語書中心 他的源起勢 事實上還是什麼 林懷明 跟嘉義縣政府提起的 希望說有這麼一個東西 居然可以穿這樣子 真的是 該把他擠上金的照片 不可原諒 這是不可原諒 這是應該判急刑的一個案 不可原諒 可以投胡 可以投胡 他們不知道我說胡 我們這一圈要玩 不過為了 因為後面三個 我覺得講得非常完整 精神 前面三個比較不公平 他們立刻要上場 對 三分鐘兩分鐘一分鐘 如果要補充的話 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好不好 因為你們要先上台 比較 通常那個唱 以前那個歌星唱 越往後跳的越好 叫碼越高 你們先唱 然後補一下 我們紅包越多 對不對 對 紅包場 夜晚出早 閒越多 都可以 身上都可以 其實我對那個紅包穿到 我個人沒什麼意見 因為他從南到北 有武動還是有動 那我倒是覺得他比較傳奇 因為他是一個女孩子 然後他在這麼餓子的一個 不是餓子的 而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可以實現他某些個人那麼小 我覺得 那就OK了 因為跟其他的案子 比起來的話 那他這個只是小屋 其他更 更當初做的可能是另外的案子 所以我就沒有選這件 那基本上 他的風格怎麼樣 我也就是漸人漸進 因為他那個 畢竟他也有誠實 所以他還是比較說 那比如說像剛剛那個 林雄那個我覺得 我也會是蠻趕快的 哪一個 嘉義林雄那個 代理的工作 因為我們 他的地方非常偏偏 而且很奇怪 我覺得 當初是誰選這個地鐵 就是他們就是有問題 那他們選了之後呢 有預算之後再去找人來做 那那個人就是 就去做啦 所以 那這種東西還有很多 比如說宜蘭的那個什麼 傳統藝術中心 或是 現在即將在蓋的那個 在高雄那個 衛武林 大東 這一類的東西其實是 大東衛武林 衛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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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是說 他這個其實牽涉到一個 就所謂的 台灣有一個大博然會計畫 是在2008年 2010年 那麼在整個 政策上規劃 他把很多的園區 化分出來 所以 難不可以衛武林 台中有什麼各劇院 然後 哪里哪里有什麼大園區 變成一塊一塊的 這樣的東西 那基本上我們 藝術界的討論是說 這樣的東西到底 對藝術是有正面發展 還是負面發展 那大部分的結論都是覺得說 它是一個很激情的一個政策 它只是 把這個地方畫出來之後 變成像是一個 什麼工業園區的概念 去弄 那基本上 它弄的東西 又不是真正的 在所謂的這個 上游的那個 開發研究製造 而是在展示跟消費部分 那麼這樣東西是一個 會耗落那個 整個體質的 一個機制 所以它花很多錢 比如說蓋了 不知道花了幾十億去蓋這個 英雄這個 它的效益很低 因為它必須要外包 ROT或BOT 給人家去Run這個東西 那它就會變成 變成這樣一個非常 消費型的操作 比如說像宜蘭那個東西 就在那邊表演民俗記憶 然後觀光客進去買票 然後像去參觀動物園一樣 然後去買什麼東西 經典的國家 那這樣的話 對我們搞 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它是在傷害那個 藏民文化 或是在傷害精緻文化的這個 這個一個做法 那可是像全台灣個體 全部都在做這種東西 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已經是小問題了 這種什麼建築 這種 只是小問題 真的問題是誰決定這政策 然後去選定這個地點 然後呢 然後 要各位去 因為它有預算嘛 它有地嘛 所以各位要去服服這個 那弄出來之後 裡面去檢討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核心 那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多個公共空間 好像這些公共空間 基本上 它有幾個現象 就是說第一個 官大學問大 第二個 就是高傲 那它預算多 它就自匪嘛 然後又自以為是 這個是衛民服 基本上 這種心態我覺得 像所有台灣的這種 什麼信義會什麼 只要是公共家的這種 官家單位 完全都已經把人看得非常的 就是 那個人壓很低 比如說你個人去板橋 那個台北縣政府 你很誇張啊 你要去辦個那個樓梯 那個樓梯的兩邊 你要排隊是一般的 上得去 這一樣是太準 上面還有一個頂級品嘛 然後 那我搞不懂是誰做 很像白歐斯拉 美度建築師講 就是說 人民不見了啦 就是我覺得說 那個人 在這個地方很小 那我一直很感冒 就是台北市 台北車站 因為它 我每次去都覺得很丟臉 很會覺得很丟臉 然後那個 帶外國人去我覺得更丟臉 那個 根本就迷路嘛 然後那個 到二樓去我就不改他們去 二樓人家難民營 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 他又這樣跑來跑去 二樓他們現在 正在微風工廠進去 從神經處理 真的嗎 交給微風 對 那一定很微 很危險 因為他們那邊已經 那個營業已經撤走 廢棄很久 一直都沒有處理 哇 很久以前去二樓那個商場 他們已經在做商場 經過 因為他打官司嘛 對 會丟在那邊 那幾年前 官司也有接 這邊大概十幾個案例 十幾個案例大概一半 全部都是所謂的那個 中國式的建築人 遺峰 我們跟他說遺峰 那他有點改良的事 但是基本上 他還是有點政策 所謂政治正確上的某一種 我個人是這樣看嘛 他還是有這樣的背景 你想 那 那你說那個龍光大樓 被蓋成那個樣子 因為他就在我家陣堆 沒人都要看到 然後那個 他有點像洋具喔 那我們都會 我們都嚇到說 因為他們這些老娃 他們是那個 不舉的 所以要把他蓋個這樣子 讓他滿足不下自己的那個 那我對這也沒什麼意見 因為他基本上 跟其他案子比起來 就小case 因為他就是一個 樣式化的東西嘛 可是你跟那個什麼 英雄這種 整個背後大政策 這樣把整個環境毀掉的這種 這種打死我 我覺得 這根本就是 小二 小 不是小二 就是說 他只是自民化的東西而已 好 我大概講 OK 我想喔 這個 因為大部分的人 我都沒有去過 案子 不是真的說這麼熟悉 那只能從 很多都是只能從這個照片上面去 去做判斷 當然台北車站我是剛從中過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說 如果說 就像我剛開始講的 如果說是這種建築是 我們有機會可以 被擔心 這樣的情況 再度發生的時候 會是比較理想的情形 那我覺得地堡還蠻指標的 就是說 他在於說 我們 一個居住的方式 是什麼樣居住的方式 是說 小S他們住在裡面 他的影響力其實遠比我們 這個Holido 要來的大部分 那 這是很不幸的事情 那我也不知道 怎麼樣說 可以把它導引到我們 可能比較prefer的方向去 建築師到底在這個 這個環境裡面 他可以怎麼樣介入到 那個居住空間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可能是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公共工程的那個 的問題 我覺得像那個 嘉義的那個表演中心 從這張照片來看 我覺得 他這個基地像 像極了那個 Hersard Demirant 他們在英國 Le Bon Dance Center 的那個基地的 Condition 看起來是很類似 如果你去Find那個 Alcoquex 那個129、130 如果沒記錯的話 70幾頁的那個地方 好厲害喔 這幾頁 他在那 他在那 我基本上 你是第一名 現在你第二名 你去看那個東西 其實 其實那個基地的Condition 很像 然後它是用那個 那種像有點像 彩虹的那個 那個 帷幕的那樣子 的東西 在那裡 最大的差別 其實指 Albon Dance Center裡面 它變成一個很好的 舞蹈的學校 所以如果雲門五集 在這裡面的話 我想他就會有 他的價值 存在 如果這是 我不管他這個建築 長什麼樣子 如果今天是 依照 林環銘鈴先生 他的需求 的空間 做出來的東西 那我覺得 這就不會是 一個文字館 不會是一個浪費 的地方 所以我反而 不這麼擔心 這件事情 那我反而覺得說 像什麼縣議會啊 市政府啊 這種東西 可能是我們 罵歸罵 他們根本不可能 會有聽到的一天 這就回到那個 那個 欸 等一下忘了 有一篇文章 在講說 台大是不是應該成立 劉玉東寫的 劉玉東 劉老師寫的那個文章 台大是不是應該成立 建築系這件事情 那 重點 重點倒不在於說 說 台大應不應該成立 建築系 重點是說 到底有沒有那個機會 去教育你將來 從政的這些業主 因為大部分的業主 其實是從那裡出來 可是他們沒有 法律師要開建築的弟兄 對對對 其實他們沒有 議會啊這些 其實他們沒有機會 接觸到一些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溝通上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培養的業主 在紐約的 紐約的市長 他 這幾任紐約的市長 其實都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尤其是現在這個 現任的這位市長 他成立了一個那個 委員會 專門來督導這個 建築的 空間 公共空間的 藝術性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 紐約市的 所有的建築 他分兩個level 一個是1000萬美金以上 大概是這樣 如果沒記錯的話 1000萬美金以上是一個level 1000萬美金以下是一個level 1000萬美金以下是一個level 1000萬美金以下的話 他們認為好的建築師選了24個 所有的1000萬以下的案子 優先這24個事務所去做 他們沒有擔心利益輸送 這些問題 然後大的案子 1000萬美金以上的案子 除了淨土以外 大概就分給十個事務所去做 那十個事務所 公共工程 對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就是分給這十個事務所去做 他的用意是他覺得說 在這樣的condition之下 是一個能夠保障他的這個quality 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每一次淨土呢 還是有好像有一個小小的淨土那樣 是基本上是 如果是1000萬以上的工程的話 是十個事務所 大的事務所去投標 大家去投自己的想proposal 不是把設計真的做出來 但是就是說你對這個東西 你的看法跟想法是什麼 你把它投進去 然後他們去從這裡面去選 大概的情形是這樣的 所以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台灣在疫情年前 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台灣那個就是很明顯的意義出送 就是眷村改建的時候呢 可能有清點就是幾大間的事務所 只有這幾家才能夠做眷村改建的工作 我有嗎 我有嗎 我忘了 可是那幾個朋友們好像是 我想想不起來 就幾家 中愛啊 黃永良 黃永良 黃永良最多 陳信章好像有 陳信章有一些 可是沒有那麼多 他比較有做學校 他是跟教育部的關係 他跟教育群的 那件事情實在是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Sugar Daddy 呵呵 我就沒什麼 我可不可以臨時動一下 因為我們在 我們投資Holy Doe這個票數 其實台北 不是 全台灣有一些地方是 賣Holy Doe這種建築 應該也有一些 賣Holy Doe 賣Holy Doe 因為比如說我舉這個 保障岩為例好了 公管保障岩 最不該倒的 因為他 他現在被整修嘛 那他基本上很複雜 那 就是有些東西不該被 被產品 或是被整 就是被整理 成另外一種樣態 我覺得也可以 討論一些 對 其實我在想 我們到最後還是依照這個規則 我們最後選出前三名 但是我們可能 三個特別講 這個可以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們最後三個特別講 大家在一起交錯討論 可以提出來 就是到底要給什麼 就是特別 針對一個個案 給他一個特殊的意義性 可是那個原則性的這個 整體規則 我們還是依取了 原來的前三名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把 那個前三名這件事情 先交代掉 然後我們可以討論那個個案 針對個案提出來交錯 提出比較針對 需要是要不要補充一點點 一定是第三個 所以應該可以 打不腳 打不腳 那我們就不要輪投票 我們交叉出五名 然後交叉出五名以後 立刻再轉很快的一圈 然後就直接我們第一名 直接投票 每人選第一名 我們不要用那種重點 因為重點有時候會選出 那你特別喜歡怎麼選 那個選完 選完再討論 就是用討論的方式 就是那三個以外 每個人 譬如說你覺得這一件 我就要討論 我們就拉出來討論 然後我們就每個人 挑出他覺得值得討論的事情 那我們先挑那個 先每個人選三個 交叉出五件 三個 每人選三個 選五個吧 三個就能說五個交叉的 三到五個好了 那你好了 拜拜 都不是 好嗎 三到五個 那三到五個一定是 從上面這排都被挑的嗎 應該是這一排 應該是這一排 這些是 人家已經算入圍 對 入圍 怎麼那麼快 一定要收 一定要收單位 怎麼那麼快 不是才開始把它去 今天講了 從一開始就 可怕 好 黃仙得這麼多金鼎獎 其他這種 你實在都往前看吧 大家都跑去後面走 因為預期有很多熱烈的網友 然後這個鏡頭說 預期有很多準見的朋友會來 結果就是代表一個 還有另外一位 還有另外一位 就等一個 大家不知道這個 黑格這邊那麼多正妹 所以 我沒有忘了宣傳那個事情 很可惜 那天後每個都拍一張照 對 應該你要撥上去的時候 把那個 那個 報告 那記得一定要全身照 這怎麼太深重了 不是 可憐可以坐在那 我可以講正立 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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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有的人選五個 有人選三個 可以 有三個 我沒有聽清楚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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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的一四Q 不太想選 拉進去了影響 那種Q 二十 三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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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那個什麼 01那個是 剛剛最後講的是說 什麼講 那個叫什麼 我做最佳抄襲 我愛明牌 我愛明牌 十八 這些 我問日本會不會不容易看得懂 對 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 我就想說 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不把 三個投票 二十 可提一點 我們就語了 已經選出來了 選出前五名了嗎 前三名已經出來了 其實一定在這裡 不過我覺得前六名要出來 那個 然後在頭就是直接選第一名 我們要針對性的投 那比較準確 因為有時候 你幾個人的第五名 也得最高出來 沒有 到時候那個編號 可以這樣 來 再一下 反面 二 四 十八 八十九 你把 我把它踢掉好了 三號拿掉 對 十五 你一下來 對 十五還有呢 九號 九號也踢掉 十五號 二十號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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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三十 二十五 六個 我們不繞一圈了 我們開放 有沒有人特別要強調 我提一下 他就只能拉掉不能 不能退掉 不能說 不能誒毀他 只能誒毀他 只能誒毀他 那我先講 我 我鄭重的要求 各位一定要投資 因為我們絕對 不能讓這種東西 變成是 台灣住宅的主流 會變成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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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恥 我再來講這樣 我能不能建議 一件事情 十八號跟三十號 算一隊 好不好 十八跟三十 要派在一起 一隊 一定要一起得 這樣我們就可以整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一個名額 省掉一個名額 這樣我們可以多鼓勵一個 挪出一個空間來 賣一個就賣兩個 可是這樣會不會混亂焦點 不會啊他們都是市政府跟一位 剛好是一隊狼狽為奸 一件事 一件事 是一件事 市政府跟先一位狼狽為奸 好 OK 那大家都同意 他們是算一個 OK 那就總共這五個 那還有沒有 平權委員 有沒有要加持的 地堡我當然也覺得他很髒 其實 可是 只能拉票 只能拉票 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應該要把 你要拉別的票 把三大的 把三大的一些作品 再多拿一個進來談 因為 這的確是一個 事務所那種 具有 具有 道德正確性 跟不正確性與否的一個問題 那的確是 可是他現在是代表很多建築現象 他做了一大堆這樣的方法 對啊 如果只拿地堡來談 我覺得有點可惜 他其實還有一大堆規劃很難的案子 地堡至少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公子哥的那個什麼 單下現象的加持 雖然加持反而更糟 可是 這個 單單談這個事情有點 稍微 單保的一個點條 並不是對他的票 我真的覺得 好像應該 應該落井下石 他是唯一建設公司的案子 在上面 對啊 我是覺得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是 是有很高的 的 的 對 然後那個 他的公共性 我覺得他有一個可以代表 就是可以給他一個 恩型社會獎 恩型社會獎 你這樣聽不懂 不然 那種 台中的氣息 或者是 任何的 集合住宅 台灣 大概都是以這種當主 有 到底不是 這個設計很爛 蛤 這設計算特別爛 很特別 就是它是一個很貴 最貴的 可是它反而是設計最爛的 它是一平一百萬 很貴的 就是這個 這個地面 從遠遠看過來 你覺得那只是勾在品 什麼 完全沒有任何這種 他雖然不是核 不過我們可以殺 他設計確實是很爛 我也是幫他拉票 兩部人 大家同地去拉 我要替我19號拉票 請說 請說 這個已經是累犯了 這個真的不讓眾人在 不能不給他一點緊貼 不能針對人 要針對作品 不能針對人 我們今天一階段 應該不要針對人 就建築的份量那也夠了 這實在是 太好笑了 就很像台灣很多那種野廟一樣 在鄉下隨便蓋那種野廟妖廟 那種這樣蓋起來 哇 應該放那種最劇烈的照片才對 那一張 大家都有看過 大家都有上網看過 你講的感覺 完全可以體會 對就是悲憤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我個人覺得 那個悲憤講 我個人覺得是 建成員玩是滿重要 因為 就是 就是 就是政府單位上面想要去改變 幫助 可是事實上是 才能反教 而且 而且 他喪失的不是那個建築本 是那個 周章那個文化的一種 那種氛圍 都很不見 那像 目前在很多做這種東西 像 華尚也是一樣 都不見 那 你說那個地堡那個 我反而覺得說 你有錢你要讓自己變得很熟 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覺得 是可以投 但是跟那個其他那 比起來的話 那個還是算小case 因為你說像這個 表演軍中心這種 文化園區 全台灣有好幾千億在亂 光是購物地 然後旁邊周遭的產業 會被炒起來 然後那個 裡面的那個東西 反正我覺得很誇張 就對了 你說那個魏武營 要七八千 一百億是吧 七十億嘛 那那個華盛文化園區 也要八十幾億 那周遭的房地廠 被炒起來之後 他們可能會去蓋他們的建築 可是沒有這種東西的話 這個弄建築可能就 還好 所以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更恐怖的怪獸 那 那這種東西是未來目前 真的要進行的 就是全台灣的十幾個案子 都在那種 好幾百億都 都是這種東西 那不過是這樣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他從一蓋的時候 我就想把它炸掉 然後 剛好今天有機會 我就 我們幫你製作一個 炸彈背心 送行 因為他這個 真的是抄襲 那個古代周朝 那個 斧的一種造型 那個斧就是你說 就是牧室 牧室的那個 某種賠償品 那這種東西 我真的看了很快兔學 那用個學那個 你看 這個 那麼大就算了 那裡面那個 跟廢墟一樣 很快受不了 會不會有點同情建律師 現在 我 我聽 那個 那個建成元皇 拉票的 因為我覺得 在目前的上訪的案子裡面 他算一個 相對起來 是一個比較 特殊的類別 因為 也許 孫介護士剛才提到說 他可能有一些背景 後面 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 這個案子裡面 基本上 建築師 他的 右派的職業態度 讓這個案子 徹底失敗 所以相對的 就是 旁邊這些案子 都可能會有一些 其他社會的力量 在那一邊 故障在影響 但是我覺得 二號那個案子 就是很清楚的是 純專業的失敗 我覺得那個 而且他賠的部分 就像剛剛 那個姚說的事情 就是 他等於賠掉了這個城市裡面 某些最好的東西 那個事情 就是 其他的地方裡面 也許那些事情還不存在 就是他賠掉那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歷史 或是傳統的 某些氛圍 這人完全贊成你說的 對 我們這連零團關係 沒有 這裡頭其實是有差別 因為那個案子 是有一個長明寄存的文化 在其他是 平空出來的 那個是 在銜接 就有的長明文化裡頭 沒有成功的銜接上去的 一個失敗的力 這些是 從來就是 放不出來一件事 就是 我要替我的 佛路壽大酒店拿票 對 那你還是總統 不是 這叫互相會硬獎 就是我們在選這個時候 等一下 好了 投票 因為我們還要再選 這個三個特殊的 比較更有趣的 我們先把這輪投 我們先把這輪投 我們從第一、第二、第三名 單一的投 就選你最該拉掉的 一名出來 我們直接凝聚到一個 然後第一輪 如果有重疊的 再投一輪 如果第二輪還重疊 其實就可以投票 所以我們就是 只投一票 只投一票 每一個名次一票 第一名是誰 沒有 我們一次選一個 我們現在再選一個 所以現在就是那個 你覺得最該倒 最該倒 可能是每個人把自己的順位寫出來 沒有 因為第一名跟第二名 會互相影響 沒有 它是對 它是親 分別頭 一次分別頭 比較清楚 因為你的第二名 可能就是變成第一名 不一定 但你會混淆 你就很簡單 就是說第一名是什麼 你就選出來 這樣最清楚 然後可是 如果 可能 因為有六個人 如果重疊 二對二 就再重疊一次 這兩個重疊 又再重疊一次 如果再重疊 就換我頭 那時候我才會有機會 我們一定要 誰給你這拳 反正 已經重疊一次了 反正他從頭到 開始 他就講明 他一定要做個 這回答者 最大 我們是在底下 恐怕 所有的很棒官司 都在那身上 你們就不要重疊 就好了 我們一定要匿名 他就告訴 高出天下說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一直用這麼多便條紙 不是很麻 可是你太早 念會影響別人寫 對 念會影響別人的那個 對 別人還沒決定的時候 猶豫的時候 所以我就寫第一名 就寫你的號碼就好了 就寫 你剛好買就對了 就是 你剛好買 你的就對了 你就寫個名牌 今天選出來的 可以簽耶 你看 這個滿剛好的耶 0204 3 181925 這個好 等一下 請 請 請在轉件上 發表這個名牌 有機會 要真的開還沒有了 嚇死耶 嚇死耶 後面 他不會投費你票的吧 不可能 是小王耶 所以是 2號3票 他各1票 這個3票 1票 1票1票 沒有過萬數 我想跟你講 第一名手獎出來 然後 再投第二名 下一個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出來了 第一名把他放了 其實剛剛那張應該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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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人 斜在背面 那要把 打一個圈 把這個打的差就好了 原來的馬子投掉就好 你要愛地球 掉就好嗎 把這個就號碼 沒有票 真的 好厲害 真的 好厲害 還有王冠 還有王冠 好可憐 真的假的 這是一組啊 他們是一隊 這是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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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怎麼同意 把大家取得到 去 我需要玩一下號碼 一定在裡 這個還要買 好 這樣就順利擔升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再重新發給他 隨便發 我們自己拿一個 所以只要把前日 除掉就好 對 老王 還是哪有 從頭到尾 這一張都是我的 好厲害喔 親王 這一張我好保留 這個我的比喻是 姜世老的賴 哇這好快 這胸肉成縱 好快 會不會是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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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撐背面的問題 都有打差 已經忍耐很久了 這樣子 你坐下來就準備好了 就是寫 很狠啊 你給他做個飛鏢給他們射 他想射十九 他就要射十九 他就要射十九啊 那問題是我 我們要練過才行 下一屆可以考慮 這一個重新 不然不小心會射到體型 用飛鏢來給他 十九跟三十一 那再投一次 就是這兩個之間挑一個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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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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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就已經順利出 哇他順利了吧 他我們沒有跳頭啊 你是花瓶嗎 頭 我們講好了 我們講好了 就是要摸壞你那個格局 給我一張小的 很關鍵 變成無足輕重 你可以投啊 但是不會已經講這個結果嗎 很關鍵變成無足輕重 OK 那這個前戰兵已經沒問題了 我們投那個 我們不能太多特別講 太多也會花掉 頂多三個 因為你會讓人家不知道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你不能講太多意見 這是我們頂多三個特別講 那三個特別講 就是我們提名 可是提名 每個人提一個案子 然後你要給他什麼講 剛剛提到一些 我怎麼再重複講 我覺得很有趣的 譬如說 這家抄襲獎啦 那個 該去自殺獎啦 被提過的 貼到上面去 這裡 貼到第一排去 沒有沒有沒有 底台可以拿來選 底台可以拿來選 重新 現在重新在各自集 就是我剛剛 我剛剛講到 就是過度高 還有講 在講那個什麼 過度 你說 我覺得那個也是 可以叫上流美講 我愛上流美 有點類似 上流美講 還有說不人性 什麼等等的 不可原諒講 該去殺獎 然後你們美工 就在那個窗口那邊 放一個小S的照片 彈出來 他彈出來 沒關係 他的意思是從頭彈論 他的意思是從頭彈論 我先接一把 德了就不彈了嗎 德了就不彈了 德了不彈 德了不彈就是 其他落榜的 就是 提名 四號落榜嗎 我先接 這邊底下都可以這樣 我先接的是 四號就是 就是 平過不均獎 平過不均獎 沒上去而已 好 其他有沒有人其實 然後那個 一號給 我介意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那個 四成相似 四成相似 那個很像愛情的故事 那樣子 就是 罵人不要戴張姿嘛 那樣子 他以為你在稱讚 那樣子 對啊 你說四成相似 有些人臉皮比較厚 我用美工刀 尖的那一種 是插不進去的 你講的是三十分多 剛剛 公司說 我們得了一個四成相似 想沒有人知道是甚麼 你一定要 一定要讓他夠力量 早智看多了就想 早智看多了 OK 我們先放上去 先 我們名稱誰在討論 另外一個是 中正紀念堂 因為最近那個 很兇 所以我們應該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事情 就是大家對這件事情的 看法 該不該猜圍牆 或該不該猜這個事情 呃 你提出來的 你要先講 嗯 對 嗯 但是我是主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發起文實動議 把這個主席給公開 確定為他很主發 對 是不是很主意 就是 主席就很難 我們要不要浮臭味 哈哈哈哈 馬上死化 等到今天會議結束 我立刻會講三十分鐘 所有的意見 對 一個 在哪 那個 當然這還可以再選嘛 實際上我覺得 他最主要 最主要問題是屬於 那種叫做 二職包裝 因為他一直在 在草之前 他要開短之前 就是我知道他有很多建築物 但是他其實 最糟糕的那部分 是包裝 他一直講他什麼叫 都市之清裕 對不對 這件事情其實是 是 實際上離譜的一件事情 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講 人家就 就以為他是這個 綠裕 他講的清裕 清裕 都市之清裕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個案子 也是我們台灣某建築大師 幾年前 參加一個禁俄 叫做民族音樂中心 他做了一個超級巨大尺度的東西 幹掉了一個山頭 後來他拿到了 在中和 他拿到了 但是他竟然因為那個 這個是一個 全場大概三百公尺 三百公尺 然後很可怕的 那種超級大拱形 那種植物 他就是因為那個形 他就用了 他就畫了一個人 是拜服在地上 在跪拜那個樣子說 你有沒有參加的禁俄 如果你有 你為什麼沒有發表意見 我沒有參加 就是他 他拜服在地上 他用了那個東西 來說服所有的評審 那也是屬於 我有一種程度的 惡性的方法 這個也是一樣 OK 以上去 最後你提了三個 你要讓別人提 你已經提三個了 他們在後面走 其他人有沒有要提的 要提某某某的 我第一有提那個台北火車站 哇這個不能給他漏掉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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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迅速拆毀獎 迅速拆毀獎 應該說那個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墓穴 生出來就死啊 那種什麼什麼 那個都還不錯啊 生出來就該死 那已經得獎了 已經死了 那已經得獎了 喔不是這個 那個 那個地把 那個 你還是要把這個死亡 那個都會講進去 還比較有意思啊 反正先拉上 那另外我想提的是 那個兒童 那個兒童 對那個還是跑掉了 然後再拿去 下面 下面 他已經溜到下面去 這個實在 又被抓中 他們叫什麼 你們後面講什麼 什麼 什麼 俞欽 才藝俞 才藝俞 像這樣 爺子 剛聽 我們 才藝 也就是可以聽到 這不錯 對啊這個名字很好 對啊 大家都聽不懂 可是你一講中 可是他們會不會以為這是包啊 二十四孝耶 我起義在扁 但是他們以為是包啊 我也是包啊,怎麼會包啊 為什麼那個事成相似啊 我們是二十四孝賤子 我們形容一個房子下的老來子 就是包來子扁 可是老來子是個孝子耶 通常現在在綜藝節目裡面 老來子都是孝典 沒有人要提 你剛剛說那個保障眼 不過保障眼因為沒有被提名啦 那那個是不要給你倒 不要給你倒 不過那個其實也很有創意啊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在猜的是不該猜的 留著的是該猜的 那個現實矛盾性是很奇怪的 該猜的都不猜 不該猜的一直猜 還有沒有人要請 差不多就是那些我們可以討論嘛 那個要再轉移圈發達意見嗎 應該不用 那個 但是我是覺得應該有七個 再加上那個 賣給你倒 哪個是賣給你倒 這個我們現在切一張 保障眼嗎 保障眼 OK 保障眼 好 保障眼已經被拆弄了 在那裡 你拆掉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正在整理 我們封閉起來整理 是一個奇怪的事 那怎麼辦 可是我們不能推七個 因為那會這樣的焦點 所以我們來討論 對 我們只能頂多三個 因為要讓 但是你總統計的總是甚麼獎 我們二十二十五四跟一跟十三 我們都知道他為什麼被放出來 二十九 麻煩說明一下為什麼被放出來 二十九 主席 對 那個聖德宏 你臨時主席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幹嘛幹掉 不是 不是我在這裡 一直在操控整個會議 哈哈哈哈 對啊 我根本從來沒有自由過程 哈哈哈哈 說嘛 說嘛 不是 他是這幾天被談得很熱烈的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已經對台灣的民眾 產生了一個思考 建築物要怎麼對待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既然坐在這裡 我們也要回應這些事 其實像那個建築圓環 它重要是因為 每一個民眾對應那件事情 都有一些思考性 所以你跟他的對話性才可以建立 你如果拉到一個 他們完全不相關的事情 去談你的意見是無效的 那目前來講 在這裡頭 這個是他們在思考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你可以立即發表你的觀點 因為他們可以立刻對應他們的觀點 如果是我來表達這個意見的話 我現在我是覺得說 放在這個地方來談論好像有點怪 因為 基本上 我的看法 我想要各位 我代表到我的看法 我覺得他也許不應該被放在 跑列島這個環境裡面去談論 因為如果他現在被談論的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說明一件事情 台灣對歷史的看法是很鬼怪的 基本上我們不承認歷史本身是連續的 然後也不承認這個連續的過程裡面 有高有低有奇有福有醜陋 然後有美麗的各種階段 對 所以我們永遠都很想把不想要的地方 都把它強制掉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的話 就是說 如果是在這種狀況的話 我的態度其實是 是挺強硬的 不要把它參加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累積的過程 城市是新舊的累積 歷史是累積 歷史沒有什麼正確錯誤的 對 從來沒有這個事情 有情死亡 就是放在中國的環境 有情死亡 有毛澤東 也有過各種各開的 我們台灣犯的第一個錯誤是 國民政府到台灣以後 開始拆神社 對 拆了100多個神社 如果沒拆掉 現在是 極好的歷史見證 跟極好的文化資產 因為這是很獨特的台灣狀態 純粹是用政治因素去考量 就是日本人是壞的 把日本人的動作全部成功 不是日本人好不好 日本人好不好 不甘你的事 這是歷史會決定的 不甘你的事 你不要立刻鬥爭跟清算 所以這也是一個賣好力鬥的事 我覺得 我都覺得 的確用這個講來談太單薄了 這是一個很廣泛的議題 用這個講我覺得不適合他 我也不認 其實要用個人角度來看 我也不贊成猜他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建築物 就是他見證了很長一段的台灣歷史 很重要 就是 就像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 那也是很長一段歷史 那些房子 那些中央的房子 到今天還看得到 那 這個也是一樣 但見證了另外一段統治史 所以他不應該猜 他可以讓 他的意義 或者是他的功能改變 不不不 那個中央競爭是在討論說 圍牆 圍牆的事情 還是圍牆 那是第一步 喔第一步 那是第一步而已 他只是 他變台灣民主紀念人 他還是會下來 那只是一個 一個statement 就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就是說 錯誤的歷史 你可不可以包容 就算是錯誤歷史 你可不可以包容嗎 歷史你不能問到他提交 你說很像我們現在做的總統府 就是一個問題 那是日本人蓋的 所以你怎麼看待日本人的那段歷史 你是把它扭轉 還是說像韓國人這樣 硬要把它拆除掉 你看這歷史都像那個 羅馬人把希臘神廟拆掉 在上面蓋他的東西 那個 十字軍東征把回教的 拆掉 蓋他的基督教 就是那個東西 從 從人類的文明來看是 沒有必要 從政治角度 當然有翻譯人類最原始 的一種 沒有 可是自古以來都是這種行為 最原始 馬尾亞的遺跡上 被蓋教堂 沒有 你看那個 清朝進去的時候 沒有把那個 靈牧拆掉 靈牧是另外一個事情 但是 靈牧啊 你們沒有放什麼東西 我說最原始的意思 我說最原始 是假的 是 類似一個立判 就是 類似一個沒有經過薰陶的人 性的狀態 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更多樣 快速的 快速的那個 快速的收成 快速收成 不是歷史 不是文明 我倒覺得還可能也有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 因為 那個地點是那個時代選擇 那個地點沒有唯一性 完全沒有唯一性 是獨斷的選擇 然後 下一個問題是說 每一個時代 逼往前走 那 他也可被 他的建築 沒有不好 OK 形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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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看 應該是見仁見證 但是 起碼可以把 可能可以移除掉 因為大台北市 需要這塊地 做其他的發展 不過大台北市 根本沒有更大的公共工程 所以 可能 那裡可以移到其他地方 因為原來那個地點 根本是被選擇出來的 就像大阪城 可是他現在是公共工程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公共工程其實 假設你看 你看 你常常去 去到荷蘭去看 就知道 荷蘭這個國家 對不起 人口已經是歐洲命路最高 但是他們對土地之利用 真的是嚇死人 公共建築 對土地之利用 利用到最極限 因為他這樣操放 在歐洲列強下 金燈出沒下來 那台灣其實 不應該只看台灣 放眼看 你台北市 還有多大的 公共空間 然後是要給 全部的台北市民 甚至是國外的 OK 來幹嘛的 不過畢竟台灣不是很難 台灣是有很特殊民心的土地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像你看台灣這幾年 你看那個 國土地 一直在賣 台湯的土地 一直不見 跟馬越來越沒有土地 我覺得 我們這樣子搞 不好意思 我覺得 對不起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敢再去 去掉某個東西 去拆東西 那 那去拆東西是 是表示說要有新東西出來的 一個前奏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說我們的新東西 是向第三名的東西出來的話 那基本這樣 那就更恐怖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在那個整個行程的過程當中 就是那個 那個 程序 就是那個發展過程 當那個 某些意識形態 所謂的 像這個是有點歷史上 這個意識形態 在主流的時候 那 是不是會 就會 你說像這些市政府 這些東西 基本上它也是某個 意識形態下 某些產物 所以它急救張的 想要去變出一個 屬於台灣 這個在地的一種 建築特色 可是它變不出一個好東西 那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突顯出 我們就是還沒有發展出一個 成熟的一個 風格樣子 那你說要拆掉 那你要什麼去取開打 像這種東西我覺得 應該要討論 不是說 該不會拆 那這種東西 要拆很快 可是要再弄其實一點 不是很好 對 不是 就是反正它那個問題 是蠻多的 我還是覺得我們今天不適合 進行這麼深層的討論 這個 這個先壓下來好了 先討論上面 對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東西 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細皮笑臉在玩 對啊 我們應該要細皮笑臉一點 我們是小孩玩大車嗎 我是細皮笑臉 我是細皮笑臉 你不會得那個獎 我跟你們講 你會得那個老懷疑 其實我是這樣提議 我是覺得我們 辦的這三個特別獎 都應該用 用諷刺的形式 對 這三個獎 反而是那個 要一刀見血 就是讓人家立刻戳到 因為那個是有一種 你要考慮一個涵蓋性 一個整體面 那這些就不用了 就是一句話就把人家立刻 要打到 打不到就無效 就不要那個獎 就是多浪費時間 浪費空間 所以我是提議 那個 那個我給他寫一下名字 我現在有沒有想到 比如說 第20號我想 覺得那個什麼 那個彩衣於親講的 滿快的 很諷刺的 這樣子 然後呢 台北友商人叫做 最 叫做 最佳墓穴設計講 這個我覺得不錯 對 然後 然後 那個地板 那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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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那個不錯 那個叫做 鍍金饅頭講 OK 那個也不錯 然後那個 他會不會當你要版權 然後 我不曉得 因為我還沒 我覺得沒有想到 鍍金蘋果 對 不行 然後 這樣還不錯 親身的名貴 然後 那個 第一號就想說 我愛名牌獎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還沒想到 他會就得獎 就是說我就是名牌了 我愛名牌 所以我們會把那個 真正名牌放在旁邊 但是 應該是一個啦 因為你這兩個我覺得不錯 這兩個 他們其實要再轉一次 轉一次我們要很小心 因為民眾不一定能轉一次 他不能轉一次 你的訊息就接受不到 對 你必須要再更快一點 就是不要讓他轉 就 你 就是不要 我們不能有知識分子的方法去 定那個 再直接 所以你說要粗俗一點 更直接啦 更直接 就是 剛才不是說有什麼 裝可愛還是 對 裝可愛 老年穿同裝 老年穿同裝 對你說裝可愛 比那個 對 才藝以及才藝一樣 就直接 裝可愛 裝可愛 裝可愛講就可以 這個是 然後 這個是 MXN的符號放在那裡 這個 譬如說 什麼 許老師 有一個建議 你剛剛說這個是什麼 叫 那個 我愛明白 小王你剛剛把這個叫什麼叫 我愛明白 我愛明白還是 還是沒有 我覺得還是沒有那麼直接 因為他 就是最佳 抄襲 抄襲 抄襲是一種 指控 直接的指控 我覺得 這個名字要想 這個名字要想 我對地堡 我倒是馬上有一個比較粗俗的 就 剛剛是叫什麼 布金饅頭 布金饅頭 對 要不然叫做 九池肉麟角 還是 何不食肉角 這個可以討論 布金饅頭還是比較喜歡 布金饅頭 我覺得他還是更 因為 都正聖可能會說 聽不懂 我們現在考慮 像都正聖那種諮商 不要提高智商程度 那個還是有一點學問 就是不要用有學問 我們講如果是選了三個特別講 那就是像三隻小豬就對了 三隻小豬獎 第一隻小豬獎 今天是豬嘛 三隻小豬獎 然後第一隻小豬是什麼 第二隻小豬獎 三隻小豬 叫做 叫做 為慶祝 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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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隻小豬 那個就是 裝可愛豬 那個 然後那叫什麼 就是 化化物豬 化化物豬 上流美豬 對 上流美豬 上流美豬 這個是模仿的要怎麼辦 四隻啦 我們是四隻小豬 我是建議我們四隻小豬 四個都上去 這個不要嘛 對 我覺得這個的話 基本上 比較缺乏 比較深的那個狀態 要把這個想出一個 這兩個還沒想出 漂亮的名字 好名字 窮酸講錯 窮酸啊 不是 你剛剛 我說寒酸啊 但是出來的時候 感覺這個城市很蕭條 很寒酸 寒酸 寒酸豬 外勞豬 不能啊 這樣是罵人 不然 這太嚴重了 外勞豬 馬上就會告白 我們會上國際吧 馬上上西安恩 死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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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中的 死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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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外面的人會聽不懂 外面的人會聽不懂 死七層層是真的啦 是死七層層就對了 假設這兩個我們已經解決掉了 我們把名字 請美麗的思義小姐寫一下 一個叫 莊可愛豬 莊可愛 莊可愛豬 就是流浪櫥 那是流浪櫥 小王說這個什麼墓穴什麼的 最佳墓穴設計 我覺得那個還不錯 好像為了要套到珠上 比較麻煩 套到珠上有一個好處 就是扣到現在這個一體性 然後可以把它扣在一起 可是你說那個名字好像還不夠漂亮 可是那個方向我覺得還不錯 我還要再想一下 裝死珠還用 裝死就本來是還沒死 只是裝而已 那不一定是說裝活 屍宰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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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屍宰豬 屍宰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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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樣子轉換過來的意向是什麼 對 所以我其實是叫做三大金珠獎 對阿 可是你要想出 所以說第一個獎就是 不是 還是要扣上一個名字 不用阿 所以我覺得就不用 所以說就用三大金珠獎 第一個獎就是莊可愛獎 第二個獎是上流美獎 對,那第三個要... 就是最佳木屑是... 三大會也的媽媽們 三大... 我們下面寫說這跟三大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請不要最後入座 請勿自行第二 這個還是要一些... 這個呢... 這兩個... 我們這兩個要挑一個啦 不要那麼多啦 太多會混淆那個焦點 OK,我們這樣好了 我們這兩個選一個出來 我們再集中 直接舉手 直接舉手好不好 他們不在 沒有人去... 兩個人 好 啊,那個圈圖了 在這裡 他還沒... 他還沒... 你長高了 你投完這個票就可以找 你投完這個票就可以找 他今天投放你手上 你偷偷講一下 好 會影響 對,你練出來會影響別人 還會了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我們... 就是挑一個出來 再來想名字 要不然想兩個名字太累了 這兩個好不好 我們先... 如果我們今天想不出來 我們就三位 主席把他想出來 哈哈哈哈 都會同意啊 怎麼會有你事情做啊 反正我會叫... 黃周榮主獎 選一個我們再來想名字好不好 二十五要投票的舉手 二十五跟一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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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投... 投二十五嗎 對,二十五 投二十五 你也投啊 四票那過了 這二十五 這二十五囉 那這個就沒了 這個就留給明年 明年好不好 繼續... 繼續侮辱他 上流美都... 我們會不會被許純美告 都沒說到 他...他... 他...他...他... 他...他... 他...他...他... 他...rut...他...但我已經知道他... 他是上流美的 你就快來頒獎 他高興的要死了 他要... 他要 搏板面 他要...要搏板面 搏了要死了 我們其中一個人當小狼狗 我回事 那你就犧牲一下 不是老狼狗 我先走了 各位老實 我先走了 因為我要去.. 戴學生去夜水風化 好 謝謝 kten 放好欸 戴雪生 質疑 基本上... 應該還是... 應該是... 可是,他要跟那兩個有點調性要拉在一起 來,這是誰定了那個標題文案的 他說三個小賊講,因為今年是這樣 對,那不要再加豬 他的意思是說,這裡不用 沒關係,先解決定 OK,我們待會兒再討論一下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解決掉再討論一下 好,小賊好 不是要交黑主席嗎?小賊出來 該去死啊 跳樓 可是這樣沒有諷刺 要諷刺啊 怎麼還不死啊 Sorry,我等一下有事 OK,謝謝 是等一下才有事嗎? 我也有事 不是現在有事嗎? 等一下有事,反正現在還有空 我有事,要交給主席 好,那我們連起退席 我們退席吧 小賊留下來 我已經想了 我們最佳目標 我們這個目標 他真的只差一個名字而已 你們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兩個事情 應該是最後一個名字 另外一個是他說的要不要租這個事情 還是幾分鐘而已 幾分鐘而已啦 要不然 要不然到時候 真的 上版的就是我 就只要是送我 對啊 大家都在搜索包怎麼辦 第三名 會不會過期的 太多分 上給我很多 你那麼喜歡 你那麼喜歡 手機資料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先把柱放到旁邊去 好,我們就裝可愛跟上給我每個 好,不要豬 我是提議 我是要提議 這樣比較 就是要傳達的訊息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就是說他就是裝可愛 就來上 至於他是不是豬 沒有關係 那前面還是可以加三隻小豬獎 可以啊 因為跟今年有關 他們特別的名字跟任務 這樣有什麼 我們突然把這個獎膨脹了一倍 一個是後禮鬥獎 一個是 我覺得我今天講到的事情都是很好 但是後禮鬥 之 三隻獎之獎 因為 其實另外一方式是那種三個得獎 其實都 對一個名字 因為那個訊息會更清晰 就是說你為什麼給他倒人家不知道啊 那時候我們多做了很多事情 那時候叫 活死人獎 活死人 殭屍 活殭屍 活殭屍 活死人獎 生人活人 活人生吃獎 活人生吃獎 活殭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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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像 嘟到鬼啊 鬼啊 那個對啊 小幫幫演的 太厲害了 遇到鬼 遇到鬼講 跟你那個死亡是有點像 所以你說死亡目屑還是太硬 它不是一個好像動態的東西 可以先寫一下我們再考慮 那個遇到鬼 我們再看有沒有別的東西 日本文化有什麼鬼魅之多之類的 這種稱呼的 香港電影很多鬼的名字 其實是香港電影最多啊 很夭壽講 很難耶 很難耶 這個整個會到這邊 就變得有點不流暢 就交給主席就好 如果一個人都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不然是中和 都困難耶 有沒有那種法庭的那個槌子 動 用手還 真的真的我看就交給人 交給主席 一個月可以寫上三十萬字的人 哈哈 好啦 後面有傳出卡到陰獎 卡到陰 卡到陰 應該可以啦 還恐怖 那是卡到陰的 對卡到陰的 你從這邊移出來 地下移出來就卡到陰 哈哈哈哈 好像也是比較台灣 這示範 你從來不知道嗎 沒有啦 就已經流行新的啦 不是舊的用語啦 就比較新的啦 就是 就是撞到 撞到 對啊 可能就是撞到 那是從哪裡來而已 這台灣目前流行 還是那個 沒有啊 那就是國語的 沒有 現在才發展的 他們一開始講卡音嘛 他是那個道教理的 就是他說 你卡到陰嘛 要幫你破解 這樣 好 趕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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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解脫了 卡到陰 定看 不錯啊 這個 不錯 對啊 他們在看多數節目的 都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 最後兩個 我們就不要再想了 我們這兩個 評審跟主席外的其他人 投票 決定 就結論了 謝謝 對啊 第一位 他們去區域嗎 永編集區域 我們可以推薦 你要尊重 尊重 尊重人家投票 對啊 搞玩笑 等一下 我不要看開跳 不是 我們就是在海邊看啊 恭喜 欸 我幫你 來 我幫你 舉行舉行舉行 每一的同學舉行舉行 歡迎 有其他同學 還有準堅同學 還有一個要一起參與 對 舉手表決 好 舉手 好 恭喜恭喜上回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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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很 睡覺的禮物 太好了